好 歡迎大家來今天的哲學星期五 今天我們是2018年的最後一場 那2017年我們總共辦了421場 然後在今年來說的話 今年2018然後我們大家很快會統計 我們今年大家辦了300多場 300多場 來 我們現在就是 再一次大家熱烈掌聲歡迎這幾位獎者 謝謝大家 大家好 首先要謝謝阿凱邀請我來當這場主持人 其實這個主題我也是 算是門外漢 那今天主要的主角還是我們三位的講者 那我就是扮演一個開頭的工作 那這個開始之前呢 這個 親感到老主持的時候 我就想到了以前我在看影集的時候 看到了這段話 那在後面也看不到 但是沒關係 我們不會理的 就是說 那個 這段話是這麼說的 就是說這個 有一場看不見的戰爭 有一場看不見的鬥爭已經開始了 然後這個世界呢 它看起來跟10年前一樣 可是其實它已經變得 就像我們今天 它變得非常的奇怪 為什麼今天我們會有一種 覺得奇怪的戰敗 或者說覺得怪怪的感覺 那是因為這個世界已經有一個 不同的邏輯在運作 然後它有一場看不見的戰爭在開打 那我覺得這段話蠻適合當作我們今天的這個開頭 那其實呢這個奇怪的戰敗的這個1.0 它的脈絡其實是這個 就像我們這個文案寫的 它其實是這個 這個法國人在經歷過這個大戰之後呢 然後他們就最後這個反省 可是這個反省嚴格來說 它其實已經太晚了 因為這個整個戰爭形態的改變 從一戰開始慢慢轉熟到這個總體戰 然後二戰的時候有一個新的戰法 閃電戰其實這個奇怪的戰敗在當時的那個脈絡下面 在當時的那個時間點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晚大家才去反省到 這個戰爭原來是這個樣子 或者是說它可能是這個樣子 我們以前都不知道 所以說我覺得我們今天在這裡呢 距離我們這個戰敗其實只有 應該是還不到兩個月 那其實我們看到這個說我們對戰爭的理解 跟這個戰敗的發生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時間落差 那我們今天這個短短的還是只有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看看能不能大家討論 或者說反省出什麼東西 然後看看能夠做一點什麼事情 來避免我們下一次的戰敗 那我們今天的三位講者 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 我們等一下第一位是這個余真儀女士 杜真儀 杜真儀 那這個真儀她本身是做這個海洋科 環境科學出身的 然後她現在主要研究的是一些資料分析的東西 然後第二位講者是這個徐子涵 那個子涵她是開放知識基金會的台灣代表 那我相信她等一下開始講以後大家就會愛上她 對 然後這個第三位講者是我們那個何承輝 那個台灣戰略模擬學會的研究員 那我們都就是我們認識她的人都會叫她小蕭 但其實她是 在我心中她是大巨人這樣子 好 那我就話不多說 我們就是不是先請那個 這個真儀 大家可以稍微移動一下往這個區塊的地方 應該不是這個 大概稍微往前沒關係 大概稍微往前沒關係 後面看不到可以往前走到前面 有有有 對 後面沒有那個 後面頭影機可以看嗎 後面頭影機有嗎 我開她 我開她 我們大家自己移一下位置 看得到原則 那那個 好那好大家好 那我是珍儀 那今天我的題目看起來可能有點 要有點焦促 就是我題目是 我希望會從實體空間 講到實體空間的發生過的事件 來看我們在網路空間發生的事情 那在剛剛聽各位自我介紹的時候 就發現大家很多人就是在選舉後 有非常多的思考 那你也可以發現 我們在網路中有非常多關於戰爭的領域 比如說我們打選戰 選戰有陸戰有空戰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過去實體上面的 實體事件裡面發生的一些 戰爭的一些實驗事件 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 對於 因為我們 究竟我們對過去的世界的了解 都會帶給我們一些了解 一些我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戰爭的戰敗的形態 然後幫助我們了解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對於未來自信的反應 然後從這邊講到 我們現在看到的網路空間 跟自信戰爭的狀況 那我對所以我其實是 對我本身是軍事宅 那所以今天會從這個角度開始介入 好 那就像今天的題目講奇怪的戰法 奇怪的戰法一點點 那可能很多朋友已經有看過這本 由陸員場先生翻的這本書 那他裡面提到一句話 就是他認為說 他需要的隊員來自於說 法軍的頭腦反應太慢 我們是已經被打敗了 某種程度上 他太容易讓自己被打敗 是因為我們思考慢慢拍 總之也就是說 他們的軍事室的首長 在矛盾當中 他們希望能夠在1940年代 進行他們1915到1918年的戰爭 也就是他們在一戰時候的形態 像是上面這樣圖顯的 他們法軍一直在用好溝站在思考 所以他們用好溝站的概念 建了馬啟用仿星子 結果德軍有心思 他們已經出現了機械化步兵 他們可以快速的反擊 他可以快速的反擊 而除了你看到的機械化步兵 你關 在他書裡面他有提到一些 他們德軍的一個指揮管制系統的一個改進 那他沒有看到的還有一件事情是 那時候的德國人已經可以用無線電來指揮管制 對 那是一個思想上的躍進 思想上的躍進 同步技術上的躍進 而他們沒有看到的另外一個東西 事實上是非常了不起的 德國人在那個時代 這是1945年盟軍做的 德國的 當時德國的鐵路網的地圖 不同的顏色代表是不同地區的路網 在1935年的時候 德國就已經建了 六萬八千七百五十八公里的鐵路 全國的路網 霸國一直到1945年 戰敗以後才開始建立 而且他們事實上一直到目前為止 主要城市的鐵路 之間很多主要城市 彼此之間是沒有鐵路相連的 這個是在德軍能夠快速在各地移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這張地圖裡面其實並不是只有德國而已 他們的鐵路網延伸到波爾 他們可以再利用鐵路去快速移動他們的人和他們的物資 那除了鐵路以外 他所有的通訊都跟著鐵路網在進行 所以在2011年的時候在Aviation Week的一篇文章 他就推掉了小說 在19世紀的時候 鐵路基本上改變了他整個地面戰的一個形態 那所有的這些基礎建設跟著鐵路在改變 然後大英帝國基本上也是基於鐵路的擴張的產生 你可以想像中國為什麼一代也沒有要建鐵路 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戰略的一個資源 然後在接下來100年我們開始出現了飛行器 出現了飛機 飛機在一戰目前的時候開始出現 在二戰的時候有非常大的利用 因此在我們這個時代以後 21世紀的時候 我們出現了網路空間上的作戰 他會行訴我們之後戰爭的主要形態 所以為什麼我們從鐵路開始想 從鐵路想到空戰 在最後才想到網路空間 因為這是在整個科技 我們在科技一直在發展 在改變網路空間 那因為科技的發展而改變戰爭形態 其實是一直持續在發生的 所以我們碰到一個新的形態 我們可以想想 在過去的科技改變的時候 究竟發生過這些事情 那第二個 當然在空戰的時候 我們想到法國人戰敗了 法國人戰敗了 他很快就被打垮 那英國人 英國當時遭受了極大的空襲 他們打了很久 打了我們叫不雷電空戰 打了非常非常久 最後 最後納粹還是沒有完全的用空襲 來進入英國 那其實在這個整個 博雷電空戰其實有好一些不同的階段 那其實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在中文的文獻可能很少會提到 就是當時的 從德國的漢堡有一個網播電台 他有一個英國人 他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 他叫做哈哈勳爵 他勳爵在一直在 在戰爭期間 他一直在對英國人進行 心戰的廣播 他一直在對他 他一直在進行這件事情 然後他在空襲以前 就曾經進行一些警告 就是納粹即將走這些這些這些 畫面上畫了紅色的街頭 這些路徑要入行英國 這段錄音是在YouTube上也可以看到的 YouTube上面有非常多的路徑 就是他當時的走 他是最後他在戰後被 戰爭期間就被因以判駁罪的判刑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這種心戰的漫畫 或者是在戰爭以前 發生以前 透過宣傳的方式去打擊敵人的心靈 就是在過去都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我們想像的空戰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很多電影上面 來描述的二戰的空戰都是在大白天裡面進行 但事實上當時德軍的空戰很多是在晚上 他們已經有透過 他們已經有夜行的能力 他們是在晚上進行空襲 然後當時英軍也希望能夠反擊 但是在當時德軍的 在他們的沿岸建立了大量的早期預警的雷達系 他們很早 他們只要英軍的飛機起飛 他們就會感應 而他們也有防空炮 那個防空炮是雷達導引的 那是1940年 那是雷達自動導引的防空炮 飛機往哪一跑 他的雷達就會到哪 所以英軍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發展出可以干擾雷達的電子戰工具 所以即使是在那個年代 他們仍然設法進行了一些預警的工作 然後最後能夠幫助他們能夠保護 能夠在戰爭中奪得勝利的 而沒有因此就落入那順手 所以在二戰以後進入美術對自己的時期 欸 跳過一張 然後再基於過去的 在盟軍最後也學習到了空戰這個概念 然後他們也試圖以空戰對於德國的一些大型的城市 進行轟炸來作為心理打擊 譬如說漢堡或者是德勒斯登 在當時的空戰得到非常 當時的轟炸裡面得到很大的破壞 進入冷戰以後 蘇聯的同樣的他們去透過 去展示他的空中武力來達成在賈州這一塊 對美國達成某種程度的牽制跟性威脅 比如說這是這張右邊這張圖是1982年的時候 日本的防衛省對於他們過去一整年 曾經飛到日本領空裡面的蘇爾飛機 進行的一個航線的一個概略的統計 因為他發現有非常多工房目前ABCE 那這些其實目前到現在都一直還在進行中 其中最有名的一個路線是一路線 我們叫東京直達車 因為他會從大概是從庫野島那邊下來 然後到穿過北方四島 然後經過東京再哲海 那一年裡面 這是其中的路線 那一年裡面這麼多的路線 包括有一些是從 我們像從台灣路偉角進出的路線 在1982年的時候 一年有多少個 一年這樣子 這樣子有多少個 有多少個價值呢 這邊的統計 這邊數字可能不是很明顯 他們當時一年就有240個價值 也就是日本的空中自衛隊 他們必須要進行幾乎是240個價值的 緊急起飛做interception 所以你可以想像 好 這個模式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持續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 譬如說現在在俄羅斯在起來 俄羅斯也開始在大西洋進行一樣的 長城的永航的一個訓練 然後以至於像 這是英國的 這是英國的保衛生 英國的國防 英國的國防護士放的影片 好 這個BBC不是那個BBC 這個是唸BBS 這個是俄羅斯控制的縮型 好 他們進行長 這是他們的廠商轟炸機 有攜帶核彈的核彈機 所以所有的這些宣傳跟訊息 他基本他擁有一些 過去的一些背景跟機 那他的力量是來自我們 對於過去的時間的印象跟機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中國共也開始採用一些非常類似的 非常類似的一些手法 在對台灣特別的時間 所以那 就像克勞塞維斯說的 那對於一個指揮官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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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家 他必須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 他必須要認知他現在正在參與的是怎樣的一場戰爭 那這對於克勞塞維斯就是戰爭論的作者說 他認為他是不是最 一個 引導人要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那以我們現在的一個 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數位化的社會 我們就有文化的社會 有一個我覺得比較貼切的比喻師 他像是一個三維的象棋或是西洋棋 你看到的棋盤看起來跟以前都一樣 但是他是用完全不同的路來講 他是立體的 我們過去想像的棋盤是平面的 你就往前 所以你的三維棋局是先往上再往下 他數位 我們的社會透過了數位跟網 他已經大幅的改變他過去的型態 那過去的一些原則可能是因為我們也可能不使用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就是 我們會看到一些過去的一些非常精畏分明的一些概念 實體跟數位 他中間的界線開始變得很明顯 還有比如軍人跟民間 在網路上的一些行為開始變得很明顯 比如說以前我們在定義譬如說戰爭WAR 就是英文裡面叫WAR 戰爭的WAR它代表的意涵是 它必須是一個有國家的行為 只有國家才有一定要去進行戰爭 但是從反恐戰以後 你們可以發現有一些非國家的行為 非國家的成員在進行衝突的一些行為 那我們通常是用稱呼之為衝突 所以中間有很大的一塊是灰色的地方 那這是我們現在的現況 我們大部分的遍臨的一個困境 因為都是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在網路上會其實很難去很確切的知道 是對方的背景跟他真正的意義 所以以網路來說 我們通常會已經不再 通常不會再用Cyber 比較少用CyberWAR的意思 因為大部分的狀況下 其實根本無法很快的判定 第一時間是沒有辦法判定 我們可能會用網路衝突來稱之 來描述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形象 那其實在網路戰對於 網路戰它對於四種 我們稱之為混合戰的一個其中的一個項目 包括所有的傳統或非傳統的戰爭形式 那它的強度從我們這麼多年 我們這些年看起來抵抗烏克蘭或者是其他項目 它的強度是不斷的增加 或者是它的胎質傳度實在不斷的減少 那網路戰到最後會變成一個真正的全面戰爭 還是它會繼續往 它會網路戰的強度縮小 會往往和路走 其實在中間的這些擺盪有滿多是不確定的 那比如說以美國最新發表他們的一個 這是美國海軍的一份文獻 那他們現在已經把資訊戰 他們已經把資訊戰的定義是認為是在平時的 到全面總體作戰的時候 它整個過程都會包含的某種程度的資訊戰在裡面 從今天包括了Cyber就是網路 EMW是電磁波 Space是太空 因為美國有非常多的通訊的關鍵的基礎設施 和導航的基礎設施 像是GPS 衛星跟它通訊的基礎設施 所以在他們新的想法裡面 資訊戰士從戰時一直到和平的階段都會存在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 它有不同程度的對應平時 然後再展現它的意圖 使用武力以及 就是他們現在的行為offensive cyber 就是防衛的比較攻擊性的 攻擊性的 主動攻擊性的網路作戰 然後一直到使用暴力過去的 所以這已經我們對於過去的 對於戰爭跟被戰爭的狀態 和這個狀況已經變得很多了 那通常我們要講 好 我們要講我們要滅連戰爭 要再做到一個關鍵是 我們必須要先知道 我們對於現在的環境的這個狀況 我們對於網路的一個狀況真的已經是誰 那以網路來說 它就是一個同時有不同的厲害東西 包括政府 包括各個公司和以這邊來看 這個範例是大型的 說明簡直是Google 還有一般人 那你可以看到是這裡面的每一個黃色的點 代表在Google在全球的一個快取的位置 藍色的線是他們自己有給 還啦 這只是Google而已 這只是Google一家公司而已 它一家公司的 它手上的infrastructure 已經可能超過過去所有的國家能夠掌控的 整個網路的基礎設施的單位 那這裡面看到的黃色的點代表的是 他們是有 在當地有經營的 黑色的點代表他們當地有經營的 但是上面沒有點的地方 不代表他們在那邊沒有生意 比如說中國那一塊看起來大部分是空的 但是他們其實在中國是有賣廣告的 只是他們沒有 雖然他們 你看 他們看起來 即使他們的搜尋引擎沒有在那邊營運 但是他們依舊可以在那邊對外賣國外的廣告 那Facebook基本上也是一個類似的營運模式 它不在那個市場裡面 但是它基本上也可以 那這是我們現在一套 所以你如果說我們要請Google 或者是這些大型平安業者 你要能夠阻斷任何的訊息流通 變得非常的實際上非常困 因為你不大可能一次 已經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一次能夠阻斷 它所有的這些學習 那所以那以社群媒體來說 社交媒體來說 它其實它的角度已經在戰爭上 可能有幾個不同的 做為幾個不同的角度的工具了 比如說像我們這邊講的 Informed Influence 就有分幾個項目是我們一般講的 宣傳站的部分 但是它其實同時也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是在Intelligence Collection 就是收集情報 因為你現在能夠 大家在社群網路上面貼的訊息 其實已經可以提供 有些人其他可以做非常多的 那這些結合起來 它可以能夠更明確的知道 它的目標的標準是什麼 那這一份是北約2015年的一個文件 在講述 社群媒體它怎麼能夠成為一個 混合戰的一個工具 那在Intelligence Collection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大家在用Social Media的時候 可能沒有那樣解決 不過這是一張圖 是講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就是利用開放的資源來告訴你情報的來源 做再進行分析 那我曾經聽過一個做情報分析的人 他曾經寫過 他說過去的年代我們可能大部分的情報 都需要花非常多的一些資訊取得 可是他現在可能有99%的情報 都是來自於開放資源 就是來自於現在上面 你看到的所有這些網站服務跟資源 他就可以足夠能夠告訴他 他想要知道的事情 每一個你看的 我們社邊的社群媒體除了微博以外 都有一些對應的資源會去 公開的 甚至這些大部分的這些都是 他可能這種某種程度的免費使用 他可以直接擷取在社交平台上的負責 所以變成 我們在社交平台上留下的很多的主機或訊息 他就變得他有更多的空間可以更加利用 比如說那以Facebook來說 你要去我們看到一個訊息 你要去阻斷他一個訊息的發送 也變得不是那麼容易 而從他們的角度來說 要去處理說 比如說我們通常看到一個 複合式的訊息 會用回報的方式來處理 那這是大概2012年去 他們曾經公開過的一份文件 這份文件講述了他的整個 處理的一個流程 這是蠻複雜的處理流程 但是其中可能請大家 就先注意幾個數字 就是他們在全球只有 當時2012年的時候 他們只有四個點 就是Metal Park 他們只有是Austin跟艾爾蘭吧 還有Hedra Broad就是在印度 他們只有這四個點有支持的團隊 在做reporting處理的 後面這個整個步驟的事情 這是2012年 然後他們大概有幾百人 然後他會在72小時內達成 那這是2012年就大概六年前 你可以想像在以Facebook成長的速度 跟他這個support team的成長的速度 他們是不是真的有辦法能夠 處理所有的這些他網上的訊息 那對於Facebook來講 他是一個商業的平台 他我們之家與他的這些壓力 他們到底會有多少 對於一個商業平台來說 他們到底會需要多大的 他們會同處多大的行李 要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 以台灣這樣子一個 以Facebook在強烈依賴Facebook的 大部分的人都有Facebook 然後我們在大量依賴Facebook的 進行一些行銷我們的管道 那我們應該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收到Facebook 直接寄給你的罰票碼 因為在台灣 Facebook整個營運模式是由代理人在進行的 所以我們其實根本還沒有真的對到Facebook的人 他們用代理人在逛一逛 所以變成你要對他施加任何壓力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承認 所以我們在講資訊 在講網路 在講我們是不是需要去 加討平台職業職業職業 但是在我的想法裡面 其實資訊站它有大概可以分成三個主要的成員 那我們大部分的時候 很多時候可能會關注在宣傳的這個部分 但是實際上我們台灣面臨的另外 還有另外兩種威脅 一個是透過網路進行的間諜行為 還有這個部分目前是非常難訪問 另外一個是對於基礎建設的一些攻擊或是 那我常常感覺我們大部分的 可能關注都是在宣傳上 但是其實這彼此之間是都是有一些互相的 因為他要進行宣傳他必須要對於 他必須要進行某種程度的情報收集 不管是合法還是非法的途徑 所以我們從剛剛的我的報告 我的分享我們從歷史這些戰爭的一些演技 來發展來告訴大家所在思考說好 那今天我們碰到的是這樣子的狀況 為了要贏的戰爭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非常明確而且清楚的戰略 過去全球以美國來說 美國曾經有過幾個不同的大戰略的階段 民眾努力 他們希望美洲人可以把美洲行動 在下一個階段是美洲冷戰的時候 是進行維度的策略 希望可以維度蘇聯的勢力擴張 而在冷戰結束以後 開始進行全球化 那網路基本上是在全球化的時代大量發展 然後我們也在全球化發展的時候 我們也認為在全球化 透過全球化的溫通一個武漢 或許能夠透過經濟的發展 能夠讓民主的想法可以在一些其他地方行動 但是好像從現在看起來並不是這麼回事 或許 那我們美國的 以美國來講或是全球以外 我們下一步的真正的戰略經驗是 台灣也可以想像我們的國家的 我們最後我們希望的國家的未來的目標之下 那我其實沒有很明確的一個答案 但是從一些 我們或許有一些從一些工具 可以給一些 你個人可以使用的工具去想想看 我們可以怎麼樣面對如何 那我這邊提供的是 這是John Mowen提供的 我們叫ODA 那這個還蠻有名的 他提供一個想法從觀察、定位、決定跟行動 John Mowen是一個很有名的戰鬥機飛行員 他是一個戰鬥機飛行人 他提供這一項決策的模式 來幫助戰鬥機飛行員能夠在面對極端的環境下 可以出奇之神 那這也是許多一些戰略分析的研究者 他會告訴你 他這一個使用得一套討策的一些想法的模式 透過觀察 你去掉衝突 透過觀察來你了解附近的狀況 你去得了資訊 那這些資訊 在決定定位的時候 你根據這些新的資訊 你原來一定知道這些 還有一些文化 或是經過分析 還有一些他過去的經驗 來做他的決定 然後在這個決定以後 你再決定他的動作 然後這些決定和你的動作 再繼續回饋到你的下一步的觀察 所以經過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思考的一個工具更新 不會弄過什麼 他幫助你去思考 所以我們可以個人在面對事情的時候 可以去思考 或者是在一定策略的時候 用透過一個這樣子的想法 去幫助你了解下一步 你要怎麼做 好 那我最後 我最後最後其實有一個 我一直想要跟大家講一個信息 這大家很多人可能都有看過這個海報 就是Kid Thomas Kerry on 保持了定性的行動 這個海報其實是在 大家知道在二戰的時候 英國的資訊部他們印的一個宣傳海報 但是這個海報事實上其實並沒有真的 在英國的戰時被貼出來過 因為他本來預設的一個想像是 假設納粹真的佔領英國了 英國的資訊部他們就要把這個海報拿出來 到處貼 希望英國人可以冷靜 因為持續做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然後繼續努力 我們一共很可以撐過去 台灣曾經 我們曾經跟英國一樣 接受過非常多次的空襲 可以回家問一下 你們家八十歲以上的長輩 小時候有沒有躲防空洞的經驗 我們曾經經過這樣的空襲 我們也經歷過非常非常非常多次的 共產生戰海報 小時候應該 我的長輩說他們小時候家裡是不能夠有收音機的 我們經歷過那樣子的年代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 在面對這樣的變態以後可以冷靜 每個人可以冷靜持續做 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因為憤怒跟激烈的情緒 它是非常非常容易被操弄的 那我就是一個 最後一個給大家一個Message 然後也希望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惑 也可以提出來我們記憶好的 謝謝 謝謝那個 杜真一 我這邊大概就 承接剛才 Crystal那邊 所講的一些戰爭理論和指定戰 然後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的背景 以及為什麼對這個議題的關係 因為 我在剛才所說的這些邪惡的國家 對 比較在資訊情報 我一直到素有歷史的國家 我都工作過 我在莫斯特帶過 我在上海帶過 那現在在三不管地帶聯合國相關單位最多的地方 日內瓦帶過 那當然我是南投人 波里 我是波里人 所以當然對台灣的了解 也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我的角色比較像是 在這些國家裡面都曾經做過網路相關的服務 我15年前在番薯糖 所以還有人用番薯糖的話 現在應該沒有了 番薯糖的首頁整個團隊就是我管的 所以你們看到什麼 是我允許大家看到的 我曾經是那個傳說中的守門人 入口網站 在15年前 所以我覺得我的經驗 有點像是 透過自己在這些不同的國家 我們同時也有俄羅斯級的 那當然也有中國級的 也有烏克蘭級的 被打得很慘的 也有人剛好就在 就在黑海艦隊旁邊發布 像這樣子的地區的朋友 所以我今天分享了一些 會開始進到一些 比較實際 可能大家已經看到的一些現象 但是因為今天所談的 有點像是這樣子 其實網站空間 十部曲的第一部曲 叫做奇怪戰敗 第二場就是完美的夜襲 沒有啦我再開玩笑 第三個叫崩潰的防線 悲怨的懸崖 重整的士氣 沉默的艦隊 閃擊的意志 模仿的遊戲 翻轉的陣線道 久違的曙光 所以其實我今天講的大概 就是很多人可能想 馬上就看到久違的曙光 但是請大家記得 因為已經 某種程度來講 民主的體制 或者是網路原生 自由開放的體制 我是比較這樣子看 在這次台灣大選 是被擊敗的 就是網路它有原生的特性 自由、信任、開放 那比較有這種特性的國家 當然就是大家比較了解的 比如說是七國集團 二十國集團 就像法國、德國、英國、美國 這些我們知道的 所謂民主自由的陣營 但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所以要走到最下面 那一步 可能還要再辦十場 那 那用來那個雜誌很重要 我覺得 因為連傳說中 最封閉的外交圈 這是我到時候 在任天華買的 因為遇到很多外交圈 連外交圈都在談 網路為什麼被武器化 為什麼網路天天都在打戰 人外交的圈子 就是搶屏時期 在處理這些事情了 那所以已經專刊了 就Fulling Affairs 在做這個專刊 所以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那 那當然剛才比如說 像陸正宜這邊有提到 就是說 就是你被打敗之後呢 就民主跟開放自由的網路 被打敗之後呢 發現網路是戰場 我覺得我們在看這件事情 要怎麼因應 其實有一個cycle 這cycle 我也忘記我從哪一本書看 就是 你要先了解歷史 歷史 歷史包含你 已經被處理完畢的戰場 它可能是兩個月前的 台灣的網路空間 先這樣定義 它可能是現在 或是說上個月在烏克蘭 以烏克蘭語跟俄語 所交戰的媒體的網路空間 所以這個需要一些 了解跟做法跟工具跟人 去幫助你了解 到底是什麼戰敗 因為就像剛才阿凱有講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戰敗 你為這樣子流淚 有點不太值得 雖然我都是人 那了解戰略 歷史之後 你大概就會有戰略 接下來就有campaign campaign有點像是說 比如說我接下來 我一個月我要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 把這個本來被炸掉的橋 我們就用巨事 本來你只有當過兵 就比較用巨事來做 我把橋找公兵重新建立起來 本來這個淡水河過不去的 淡水河上面的橋 我們就重新怎麼樣 再把它建立起來 這可能是一個campaign 有三個月的 那你接下來會有一些行為 operation是你每天在做的事情 到最後你可能需要一些tool 工具來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個 cycle 有點像是我在面對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所以其實在history 你看你需要這些專業 就了解網路跟資訊站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麻煩的 以至於每個人聽起來都是一頭霧水 對 你可能需要有軍事背景的 有情報、政治、國際關係 歷史、文化、科技、權力 因為它是一種權力的轉換跟轉變 你甚至需要生物的背景 為什麼要生物的背景呢 我們現在從cycle進到地下 因為呢 這個是遺傳學上面的圖 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只是覺得圖畫很正面 比較 有點投機 但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是 因為網路是一個科技所帶來的變化 傳統人類世代的變化 平均說明你可能25歲才一個世代 我說生物不是習慣 你可能文化習慣可能更快 但是你人就是你25年 就是一個正常的世代 所以在這世代你可能就會學到不同的事情 你有不同的經驗 比如說講到農夫會 可能現場就有人會舉手 就知道農夫會是什麼單位 對不對 有人講到中華電腦 中華電腦有人就知道那是什麼單位 可能也有很多人不知道中華電腦是什麼單位 那講到像鄧麗君 你當然他能夠跨越的 generation跟 gap 就很多了 對不對 可能跨越三代四代25再加上去 那講到TikTok 走音 可能你又只有幾個世代或幾個年紀 在什麼時間出生的人知道了 所以就有大大化了這張圖 那這張圖大家看起來很困惑 他簡單來講這樣講好了 就是他這個軸 橫軸 他講的是年 然後 中軸是一個科技 你看那個一條條線 都是科技在那個社會的普及的率 所以越上面就是100嘛 你科技剛發生的時候 比如說最左邊 比如說這個 剛有電話發明出來 你在美國的每一個家戶普及到 每一戶比如說99% 都有電話 他可能畫了多少年 他可能畫60年 所以你看那個曲線畫出來 他就會非常的 他就不是這樣直的上去 他就會往這個軸 就是比較傾斜 可是你到後來 你會發現越來越懂 比如說這個邪惡的iPhone 什麼時候出來的 就是十年前才出來的 可是他現在一年出過量了幾台 他在一個社會在有率 比如說這個 我們這個東北方的鄰居日本 iPhone是非常非常紅 市場生動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他一個科技 他不要說被一個時代接受 要花25年 根本不用花25年 iPhone到 可以支撐蘋果這麼一大家公司 他市值到 市值我不知道多少 市值應該要40兆吧 蘋果這樣多 他非常非常快 所以快到就是說 你在下面的藍線 這個到時候可能簡報分享出去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像 綠色那個是人類的平均年齡 所以比如說你在1910年生的 你這輩子 你到快 回去報到的時候 你只遇到一項科技 你可能就是電話 電報 但是你看到中間的 剛好就是像我們這一代最麻煩的 從以前這個琴棋書畫要學 到現在手機什麼都要學 就是中間這個世代 可能比如說1970年代後期 然後到這個 你什麼樣的科技 你從以前到現在都碰過 那這樣子的世代的差異造成 就是說 在網路空間你的行為 你被資訊戰影響的程度都不一樣 這應該大家越來越能體會了 可能五年前講這個東西想說 這剛好我們這樣厲害 對不對 網路有這麼厲害嗎 就現在真的很厲害 你的生活當中都是這樣 所以科技的進步也造成了 主要人類生活我們自己的習慣都不一樣 那就在每個國家是不一樣的 就每個國家年齡層是不一樣的 你說台灣可能 像我們就是1970年代後期所出生的 會經理可能幾種科技 可是你在非洲肯亞 他們可能1990年代出生之後的 他的科技的採用的 這個滲透率跟習慣跟速度比我們短很多 那你看這個東西 那如果我們來看台灣的客觀環境是什麼 大家講說 你要了解你整個戰敗 你可能要了解一下戰場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空間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很可惜 信也不信的 不信的就是呢 相關的統計跟方法 比如說幫大家了解說 網路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台灣的網路安不安全 你上網 什麼時候會遇到安全或不安全 因為全世界的報告 通常都不會有台灣 所以台灣總是白買的 OK 那有台灣的呢 台灣的相關政府 台灣會自己 發明自己做的方式 那大家也看不到 所以變成說 你在網路上不管是電子 你是消費 你買網路 你要跟Facebook 你有發票上的問題 等等等等等等 你會發現每個人都在叢林之間 獨自摸索 在昏黑的夜暗裡 被棲襲 那這個是台灣實際的狀況 所以剛才的那一段 那個Cypher 第一個是History 歷史 我們事實上對於 我們自己所處的環境 尤其跟網路有關的 基本上是 我說的無知 並不是說不好 是說你 你甚至沒有知識的累積 沒有報告 比如說大家這麼關鍵假新聞 對不對 你看一看 假新聞的報告 中文的研究報告 以繁體中文出的 有幾份 我們離烏克蘭這麼遠 都可以看到 研究烏克蘭的報告 N份 繁體中文的報告 0份 研究報告 0份 到目前為止 一份都沒有 你這個 已經被打到這樣子的 研究 0 所以你更沒有機會去看戰場了 你想要看書 好好看都沒有辦法 對 所以你查到假新聞研討會 你會看到 南海寫書 然後你像我都有點年紀了 對不對 對對 對對 所以這一個詞 可以判定大家是什麼樣的年紀 就是很壞的作 所以 所以 像剛才叫做 網軍攻擊 這個叫正規級的網軍攻擊 以後你跟你朋友聊天的時候 你只要講關鍵字 ADD1 他會覺得你好厲害 他肯聽不懂 真正的網路攻擊 比如說 疑似中國發動的就是2009年10月 他攻擊美國的Google 攻擊的一些其他廠商 包括BlackSpace 可能做IT的人就知道 攻擊 Yahoo Semantic 然後做槍的 Morgan Stanley 等等的 他是正軍級的網路攻擊 就真正網路有作戰 開始有網路戰爭的那個樣態的 其實在講這種東西 簡單來講你也不用管 因為永遠不會是你的事情 他也不會攻擊到你 就是政府機關大型企業會被攻擊到 所以在講說中國網軍的攻擊的時候 正規網軍其實是在做這種事情 他不會管你啦 他不需要拿軍隊的大炮來轟小娘 沒有用 瞄不準 浪費錢 沒有效益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在網路上面臨的一些 在做這些事情的人是什麼樣貌呢 很高興美國LEGAL在醫院情報委員會 聽證會委託報告 這是上個禮拜出爐的 他們就有把一個俄羅斯的所謂 實際上叫做網路研究單位 叫Internet Research Agency 他就是拚一些年輕的年輕人 然後一個月大概700塊美金 然後做300人在一棟建築物裡面 三棟建築物裡面在聖彼的寶 天天做網路宣傳戰 他不是戰爭 所以這個就有點像台灣所面臨的狀況 事實上 俄羅斯在做這些事情 做得非常非常的久 而且很有結構 所以就有人叛逃出來 因為進去呆了 你想想看 你每天都要開10個分身 100個分身 在那裡跟人家比戰 做內容貼來貼去 轉來轉去 然後留言按讚 所以裡面通常 三個月就要換一批員 因為你會心裡分裂 這是真的 你會心裡有問題 你會不知道你看到的東西 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你想想到 你每天要裝10個人 你會很痛苦 我裝兩個人 你覺得自己要分裂了 還要裝10個人 而且你要拿錢 老闆會看你 旁邊都有攝影機 所以後來就有人 從那個地方逃出來 所以你打 如果你真的要了解 這方面的實際 就是說 類似像這樣的網路宣傳團 對有針對性的 對美國 對其他國家攻擊 關鍵就是IRA 你就打俄羅斯IRA 在網路上可能可以看到 一些中文的描述跟報告 那當然就是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到策略端 策略端就有很多 你可能需要國防風險 風險 人權 傳媒法律 網路空間 這些相關的 哇 這跟我離好遠 對不對 因為戰爭本來就跟大家離很遠 或是戰爭上 你能夠 我們大部分的角色都是受害者 大部分都不會是軍人 所以我覺得 了解這個東西 對大家來講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因為第一個 你不是平台業者 你可能只是無辜的人 被變成武器 在互相攻擊 大部分的人 在網路上都是無辜的人 所以什麼叫無辜的人呢 這裡就是 有一本美好的書 我覺得台灣應該要有出版社 趕快去把它翻成中文 一定會大賣 他講的就是 俄羅斯他怎麼樣做一種 反射性控制的心戰手法 他其實講的非常非常詳細 那你只要看其中一段就好了 大概在這邊 由於反射性的決策 是迅速做出決策 什麼叫迅速做出決策 你看到一個新聞 看到一個圖的背景 你就一定要趕快轉傳 對不對 這是反射性的嘛 你看到比如說藍色配紅色的 車輪 你可能就覺得 這就是什麼東西 你看到紅色底的 有鐮刀跟錘子的 這叫反射嘛 對不對 你就會 就被受的教育就是這樣子 所以 只需要很少的思考 邏輯或反思 因此 二方需要設計 和建構的觸發器 什麼叫觸發器 比如說針對性廣告 修改的新聞故事 這就是 不實的資訊 或是假新聞 那這個東西是可以 手工做 跟半自動 跟大規模 自動化做的 就是有一些網路的城市跟服務 是可以大規模做這個東西的 所以它可以造成什麼呢 就是呢 給予了攻擊方透過社會結構中的裂縫 好文雅喔 有絕佳的機會跟簽入點 所以對台灣來講 社會有什麼裂縫 可多了好不好 對不對 這個裂縫多到 不知道從何到處都是裂縫了 那有些國家的裂縫不一樣 所以針對那些國家的作戰方式 就不一樣 那當然就有人 對 比如說你看到左邊這個東西 可能就沒感覺 因為它是俄文 這就是一個標誌 對你會有什麼 這個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開始 他的思考怎麼做 就是說 它叫主動措施的指揮系統 剛才講的這些心戰 這個都是叫Active Measures 就是主動措施 這是俄國的長期這種作戰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間就是土丁 那右邊的紅色可能是政府的機關 左邊可能是相關的情報的團體跟組織 黃色可能是一些 以台灣來講 一些台商的集團 然後他們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是有一個指揮體系的 就一定會有指揮體系的 那這個東西透過歷史的研究 透過一些現代的 像剛才珍瑩有講的一些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的東西 加上分析人員的訓練 是可以把指揮體系先搞清楚的 你要先搞清楚人家怎麼指揮的 那這個有很多很多方法 那對我們來講 當然這好遙遠 但是這是一個了解在場的方式 那這個我跳步 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所面臨的狀況 比較像是成平時期 它天天就會有一些Operation OPS就是一些動作 就成平時期我還是要干擾你 成平時期就會有很多事情在做 就天天都有新議題 可以在資訊站或是假新聞操作的議題 那它是不是一個Campaign 比如說它是一個有具體的宣傳活動 比如說我就是要達到多少KBI 我要收集到1000個喜歡高雄夢幻機場 我現在一集太多我都來不及吃了 喜歡這件事情的人 我要名單 那我可能三天之內我要收集完 所以我要下多少管理 因為我收集到名單 我之後我可以知道幹什麼 對不對 我可以觸發它在網站 網路上做什麼 或是我有在地協力網路的結構 去接引它 不管是要補弄 還是要創新 就這個東西屬於抗體 那當然Cyberwall 就是屬於網路作戰 跟更大的資訊作戰的成績 都有一些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實際要真的說 比如說我們現場有朋友 去聽說我已經準備好在戰鬥了 我就是要改正了 但是你可能你的團隊會需要這麼多人 在網路這件事情上 你可能需要公關、指揮、資源、管理、廣告 組織、資訊、財務、領導、行銷 所以它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我們沒有人懂所有的事情 說實在的 然後你是怎麼被武器環想說 這都跟我好遠喔對不對 事實上你就是在資訊戰裡面 最好的被武器化的原因 因為像你在網路上所留下的這些大平台所做的任何動作 包含點擊、看哪一個廣告、在哪邊停多久 你用什麼樣的載具進去 你在什麼地方進去 這些東西都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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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的紀錄 所以可以把你一個人割得非常非常碎 意思就是說呢 比如說我看到這位先生 我如果第一眼看到 我只能判斷就是說 它是男的 可能180 身體不錯 能不能交朋友我就不知道 對不對 這個你沒有辦法知道嘛 我們從傳統領域 你看到某某人是怎麼樣 某某什麼樣子 你就要有強大的偵測力 但是在網路上 因為你留下這麼多的足跡 你喜歡什麼 你點什麼廣告 你看什麼廣告都知道 所以有那種很完整的資料庫在美國 台灣比較沒有人這麼高 精細的去設計這些機制 可以把你一個人切成三千份 也就是說 不是只有你是男的或是女的 而是說呢 比如說你每天通勤時間多少 你用什麼手機 你花多少錢買手機 你的消費行為記錄 全部都很完整 那這個完整有什麼好處 我了解我的 我的使用者 我要讓他做什麼事情 我要 剛才有講到那個心理叫那個trigger 我要觸發他做什麼事情 就很簡單 比如說我看到一個人 我可能跟你講 那個 講一句話可能就是通關密語 有點這種感覺啦 所以 所以 事實上平台比你更了解你 還有你的祖宗八代 這不是在罵人 因為這是我實際的資料 就是我在Facebook 因為我的accounting delete 有我的資料 曾經有什麼樣的廣告公司 他手上有我的資料 在Facebook上買過廣告 而且我看到 這些資料其實你 如果還有在用Facebook 你可以去 匯出來 就看到原來有什麼廣告公司 曾經有你的資料 把你框進他的廣告 要宣傳的範圍 然後你也看到了 所以對我來講 可能有台灣Dekano 對不對 就知道我喜歡運動 他知道我喜歡運動 台灣大哥大 與你在一起 然後他知道我用台灣大哥大 雖然他猜錯了 然後呢 他可能就亂買名單 欸對不對 三餐一而爽 因為沒有褲子了 所以去買 但是我這個年紀 應該是不會買三餐一而爽 所以他也猜錯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但他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精準度了 就是說 你在網路上留這個行為 你說為什麼 這個戰爭看起來就很奇怪 就失敗 因為他超級了解你 這個平台超級了解你 你可以在這個平台上下廣告攻擊你的人 他有這些數據關於你的作為基礎 可以來去讓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OK 尤其是在選舉期間 所以呢 就有超強大的工具 大家看到這個東西好像覺得 哇哦 這什麼外星來的科技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視覺分析 大家網路行為的一個服務 所以他可以實際看到說 你每個人 比如說我可能拉這個禮拜 針對什麼議題 每一個小點都是每個人的 比如說他的發文 或他做過的行為 然後看住他們的關係 所以你看遙遠有一個像紅巨星一樣 邪惡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溢散出來 或是往那邊攻擊的 所以其實網路上大家在做什麼 就像以前你可能要看一個戰場 你可能要 現在怎麼是無人飛機 去survey去看嘛對不對 在網路上 如果你有這些數據 就像剛才所講的這個歷史 你收集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戰場的狀況 一個company的狀況 是這樣子的 誰在交戰 做了什麼事情 那個人是誰 就是你在網路上的所有的行為 你就以為 啊這是我的 那個單純的家 那個沒關係 你就是上面這個小小的點 跟我一樣 我也在上面那個小小的點 你做越多 你就 很不幸的 你會被人家越容易描繪 這種狀況 或者是像 對 當有幾個人在站的時候 事實上都看得很清楚 平台業者 或是手上有這些數據 有分析能力的人 都可以知道戰場的狀況 或是知道怎麼樣把訊息浮散出去 有效的哪些人會用 在什麼時間點 所以你聽到這個人在想說 哇 平常在網路上 單純的就是Lite 對 你套入了自己的感情 感情是要操作的 所以這個東西 是一個 現在 在研究這一些 Disinformation 跟新聞 假新聞 其中的一個小工具而已 OK 就可以看出這些戰場的現況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 大家就理解其實 為什麼 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可能覺得 非常的徬徨 跟不知道如何做這件事情呢 你可能覺得是網軍 他事實上 他可能不是網軍 他就是本來在做 輿論市場工具的服務 就是商家 所以可能都就是行銷公司 不得已的行銷公司 那可能他本來就有做 搜尋與情緒化 新聞軟文 點擊導引 人類或機器人流量販售 點擊農場 信息新語管理 輿情監控 小程序開發 短視頻營銷 VI視覺設計 你們覺得這假 好像都是很正規的business 對不對 那這樣把這個business 轉來對你 有政治的目的在裡面 是很好轉的 所以在中國 有龐大的內需市場 來支撐他們 製造 這樣子的武器 或者是商業模式 所以你可能覺得 哇 這是不是什麼解放軍在做的 很多時候可能不是解放軍在做的 因為他根本需要拿大炮隊 他可以用很多其他方式來做這些事情 然後當然也有像這種 就是跟資訊有關的服務 微信申請 營運規劃 文章撰寫 全送 全發推送 分析報告 活動策劃 微信推廣 社群 運營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你媽想說 如果我是一個有野心的政治家 或者是一個參選人 我手邊就有這種公司100家 找這些100家來幫我處理 做資訊戰 做假新聞 做內容的製造 這個只要花錢就有了 就是剛才前面那些其實你都不要了解 你手上有錢就可以做得到 那如果以台灣的社會體制來講 你沒有這麼多錢你要怎麼辦 就像不對等的戰爭 所以你要在知識的層面上更高一層 才知道這個東西是怎麼處理 當然俄羅斯當然就是最厲害的 就是你只要有信用卡可以刷 你就可以當網軍頭 軍閥頭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但是你那張卡最好有度限制 不然你 對 vto.pe 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我們不是幫他們廣告 就是你基本上 你想要變成超級網紅 有很多俄羅斯人 或是白俄羅斯人喜歡你 然後你要去攻擊誰 你有信用卡就可以辦到 所以它已經超級商業化了 對於我們這種不單純的網路業者來講 這種手法其實是很普遍的 是沒有去做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會有道德的問題 那俄羅斯他們為什麼會做這個東西 因為俄羅斯大部分的年輕人 因為在國家資本跟國境淫退 就是用這個詞 的狀況之下 沒頭路 所以聰明的人都去做網路 俄羅斯最近華的人都去做網路跟資訊 所以你可以想到 接下來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需要這樣子的結構 所以我覺得可以再想一想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台灣 其實看到 比如說新聞查核 那個其實是在工具層面 對不對 你做了很多工具 然後你可能天天有一些志願者的團體 跟志工組織 在做一些operation 但是你的campaign 你的策略是什麼 其實太快就缺了 所以台灣可能各個環境 尤其上面像歷史戰略 所以我覺得以台灣政府來講 現在在假新聞這件事情上 基本上沒有公開一個檔論 他就講 也就是說我要立法 立法其實在港派往下走 就是我要立一個法 所以我可以做什麼 我什麼 政策的工具來做什麼 上面事實上是不知道的 據我的了解 那當然最後呢 就講到說 哇這這麼複雜 聽好像都不知道幹什麼 然後今天也覺得 還是找不到褲子 因為後面還有酒場 沒有啦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是 你自己已經不小心在網路上 變成武器的一部分 你可能曾經因為激情 passion 或者有信念 這其實很麻煩啦 因為網路業者真的很邪惡 這也是沒有辦法 他商業過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在網路上 怎麼保護自己 有一些工具方法 你所看到都是碎片化的事實 我覺得這可能 先讓大家了解 就是 你 看一則留言 你跟你的朋友看到的就是不一樣 尤其在Facebook上面 因為它是21億人的平台 你看到的跟他看到的事實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覺得 比如說你去一個留言 你在那邊做 看你就說 欸這個排序是這樣 你的朋友看就是不一樣 所以你看到的事實 是很碎片的 因為看到碎片 你可以碎片的事實 去做一些動作 以更高層次來講 是無效的 就你都是被這些品牌 所操作的 這是一個比較殘酷的事實 然後我覺得第三點 就是過度關心假訊息 反而不知如何關注這訊息 是可能天天看假訊息 就像吃藥 很多人都不能說吃藥 就天天關心假藥是什麼 結果最後你也不知道真的 要怎麼樣養生 要運動等等 所以可能要 像 杜正恩剛才講的 就是說 可能要tip count 你本來做什麼 你就慢慢繼續走 過度關注這個事情慢慢 然後對網路空間了解 要好數字概念 數字概念是剛才看到的 比如說 如果你要組團隊來看這些事情 你一定要一些網路上的 基本的數字概念 OK 比如說有多少人口做這個事情 他傳出去的效率是怎麼樣 這個其實都有一些衡量的方法 然後不要放真感情 就在網路上不要放真感情 因為你已經 我現在講的是保護自己 那你放真感情 你就越容易被偵測出來 你對什麼事情會有反應 我講的可能比較悲觀一點 所以像我們在網路上遠遠就是 沒有放過真感情 對 連討論都是有意思的在討論 因為 我覺得大家 如果大家不是在網路產業的話 很容易去洩漏自己 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你要有這個意識 你可能不知道怎麼去控制這個 這個東西 那 那最後還是以這張圖 這張圖就是像 那個人知道 有些人在戰武嗎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你還是需要朋友 就遇到這些狀況的時候 對不對 就被人家德軍高一個檔次 把你擊潰 那你要怎麼辦 我覺得我們可能要一些 不一樣的信念或儀式 搞不好哲學心習武 這個就是一種儀式 然後呢 在每次上網或作戰之前 跳一下戰武 有時候還滿激勵人心的 搞不好這個事情是 保護台灣民主體制 搞不好是更重要的事情 你說技術這麼多 對不對 但是你看像波蘭 波蘭的武器也沒有人家強 那最後為什麼波蘭 就成為一個 在歐洲抵抗納粹跟 德軍的一個重鎮 他們武器也沒有比較強啊 我覺得可能就是在這方面 意識跟文化的意識上 有真正比較感動的地方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 就先到這裡提醒 好 剛剛請問兩位 兩位談到我們 其實你講非常多 特別是在網路上的一些問題 在座其實我知道也有想要多 其實網路方面的 就是業界的人士 我們也都知道高手在民間 我相信 搞不好下次做這樣 讓我高手 那我的部分呢 我接續兩位前面 一語談人的說法 然後就是從一個比較 怎麼講 就從一個歷史 或者說一個 一個比較大的 戰略層面的發展過程 我們重新回來看 台灣這次的選舉 所發生的狀況 其實坦白說發生這樣的狀況 然後 在 要開始講之前 我們才來討論說 這個感覺就是怪怪的 因為 開始做一些件事情 其實 其實我大概在一年多前 就覺得有點奇怪了 所以我自己 自己剛好 就有點興趣 然後也 也剛好跟工作有關 就 一方面工作 一方面沒有問題 在收集這方面的資訊 因為對我印象最深的是 2014年的 烏克蘭危機 烏克蘭危機 所壞 所引發他們的頓巴斯戰爭 和那個 克里米亞危機 這造成他們 這場 這場衝突中 烏克蘭大概損失大概兩萬 兩萬多人 那 這 這個 一切的誘發中 有很多很多的部分 是 其實 光只講網路戰是不對的 我 我比較喜歡用的是 剛剛 剛剛我們第一位 因為他們所選的 就是 混合戰 混合戰的 那 所以我就打算從 在 報告的內容中 會有很多部分 跟著網路的混合戰 而且 而且事實上 後來到的 18年 也就 也就我們 這次的選舉 九合一選決鬥 那種感覺 覺得 就是 那種 14年 害怕 14年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 會不會在台灣發生 那 有一種 又一種 感覺 中招了 那種 那種感覺 可是最害怕的 還不是 敗選這件事 我覺得敗選這件事 是選舉 民主國家以來講 選舉有什麼辦 那我們都可以從中去 去找到問題的根源 但 但 最奇怪的是說 這個已經快要 選舉完快要一個月了 我們看到的是 所有的檢討裡面 這些都被忽略了 中國的因素 或是說 這個層面中的運作等等 都被忽略了 那我們看到 永遠炮口對著 是某某種子的人物 某某派 包括那個 無辜的 沒有做過任何事情的 毒派 像 這種情形 這種情形 就是 非常混濟的狀況 所以 我在這邊 我這一段 我給它這個 名字 叫做 當自由主義與 數位威權主義 競爭民主 打個問號 那 好 那首先我們談一下 什麼叫 那個 數位威權主義 其實 其實大家 有一本小說 大家很多人都看過 就是那個 1984 1984裡面其實 它描繪了一個 一個可怕的世界 就是說 這個 所有的一年一行 都有一個老大哥 在背後看著你 但事實上 某種程度來講 這些 老大哥不但具象化了 而且老大哥早就已經 超過2.0 可能已經到3.0 4.0 的狀態 而不是一個 那個老大哥 最佳的典範 完美的老大哥 其實就在 我們台灣的 距離不到200公里外 那 那事實上 他的手呢 早就升進台灣了 那我講的當然就是中國 那 數位威權主義 它其實指的是一種狀況 就是說 一些獨裁 獨裁 獨裁政權 或者說一些專制政權 它會利用科技力 來加強 它的控制 控制能力 那我們耳神龍強知道 中國 中國包括從 監控系統 比如說天爺 到 從最早應該 我們應該到 到更早就是 它先是封鎖你的 訊息的 對內和對外的來源 所以它第一個當然是 從我們最早聽過的 網路長城 我不知道 有些 有些朋友 可能 像我們年紀比較大 也可能會聽過 什麼綠霸 網路長城 這種 那現在 他們現在已經 到了 像我們有聽過 他們要翻牆 對不對 到了 後來才是 像 無所比賽的監控系統 天爺 那 當然呢 它還沒有在進化 它在更進化 其實大家已經也聽到了 就是所謂的 社會信用批評制度 它透過你所有行為 包括 剛剛像 包括 你所有的 所有的網路上的行為 甚至你的 你的 按讚或 否定 或說你把遊戲買太多 你的信用可能自動降低 所以 所以對不起 那個是軍武宅 你的信用性格也很低 到時候不能坐高鐵 這個 很有可能 這種狀況 那 像這個東西 都是他們 這個都是 這些 這些 集權政府 利用這個 數位工具 特別是 高科技的數位工具 加強控制能力的方式 而這樣的方式裡面呢 因為 獨裁政權 它有 他們絕對的權力 可以去控制 你的 控制你的 這些行為 而它也會有 強大的這些 科技武器 那 跟它競爭 如果你跟它競爭 或者 它的對手 或是它所要侵入的對手 是一個自由開放 的社會 也就是說 它相對來講 沒有另外一個 沒有另外一個 可以跟它 呃 對抗 來自於防禦的機制 的時候 而我們認為說 自由開放 就好像 把那個 空氣 把空氣流通 陽光 陽光照進來 就可以像SARS 進去 我們常常聽過這樣的說法 但是很抱歉 在新世代裡面 這個 這個東西 我必須悲觀說 這是沒有用的 這是沒有用的 因為 它就是要 自己試圖 透過 自由開放 自由開放 不設防 來 展現它的控制力 你試著想 一個 一個有 防備的 體系 尚且無法去抵抗一個 一個 透過科技力 以及 以及基地力支撐的 控制體系的時候 你怎麼能說 我放手一攤 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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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去抵抗它 難道真的相信 網路上也有 peace and love 是這樣子嗎 不是嗎 所以這個 這個地方 開始 產生了一個 我們產生另外一個 一個性能問題就是 自由主義社會 自由主義的社會裡面 要怎麼去對看 威權權利的 威權主義的行為 好 那我認為說 其實要對抗這些 威權 所謂的 威權主義裡面 我們首先要做到的 第一件事情 其實剛 剛子談一定有一個 非常好的開頭 就是說 首先你必須要知道 你所要保衛的是什麼 你所面對的是誰 你所面對的是誰 誰是你的敵人 你的敵人是外敵還是內賊 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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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自己 譬如說自己社會體系內 所發生的 弊病 你應該是 要什麼 我們都知道 要去修正它 要改善它 也就像人體一樣 我們要去治療它 可是對於外敵呢 你當然就可能 要上升到什麼 上升到可能說 是抵抗 防衛 如果像剛剛講 正軍旗的攻擊的時候 你根本 你當然也應該要 有軍武器 對抗能力 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尤其是這個 數位衛生主義 和自由主義背後說 競爭不是單純的 技術力競爭 也不是技術方法的競爭 而是一種 價值體系的競爭 一個相信 可以透過數位科技的能力 來達成專制體制的 價值體系對抗 我們相信 人人都可以有多元不同 因差異而無相存重的 自由主義社會 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那而這樣的概念中 科技力到底是攻擊或摧毀 被攻擊 這是等我剛剛講的一個例子中示範 先寫示範 那科技力到底是可以成為 成為這些 危險主義加強控制的一種能力 還是可以作為一個 自由的價值 或自由開放社會的防衛力量 其實我覺得 完全在一念之間 我們必須先知道自己要什麼 我們必須要知道 知道我們捍衛人是什麼 我們也必須知道誰是我的危險 如果不知道這些 而是非常天真的認為 認為我只要 我只要堅持所謂的程序扣 我只要堅持所謂的一切開放 不用設法 我覺得這個絕對是一個災難性的做法 那這裡面其實 其實我們所面臨的挑戰 一直以來所面臨的挑戰 其實是所謂的混合戰的概念 那混合戰的這個說法 其實它是一個很 聽起來是很新穎的說法 尤其是在烏克蘭危機之後 這個說法越來越多 但是它其實它的背景 它的實踐遠遠流長 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相當 人類在抗爭或是在戰爭行為中 常常出現的一種做法 那一般來說 我們混合戰是指說 將傳統戰爭 不規則戰爭和網路戰爭等概念 與策略方法相結合的軍事戰略 這裡面還包括 這裡面所舉的三個其實只是歷史 其實還有還很多東西會混在裡面 比如說像心戰 心理作戰會放在裡面 比如說一些政治作戰的東西 會放在裡面 又比如說文化戰爭 比如說在場 我知道有部分的朋友是從事文化工作 或是做藝術工作 各位要知道 其實文化藝術工作 不單單只是陶冶性 在某些場場域裡面 它也常常被拿來當作戰爭的工作 戰爭宣傳的工作 或動員的武器 所以透過這種各種正規與非正規的行動 與顛覆性的作為相互結合 它是一個互相結合的 它不是分開的 它不是分開的 不是說這個是單純欣賞藝術 它其實這個部分很可能就是在傳達某種訓示 或是動員你某種心理的機制 那這個 這個 包括這種相互結合 而這個行動 具有避免被規則 還很重要一點是 它避免被規則 即遭到報復的企圖 也就是說 它會把偽裝的看起來很無害 人家說 這個不是嘛 我們是政治規政治經濟規經濟嘛 意思不規律數嘛 對不對 這個 這種東西就常常在裡面 我們只是要賺大錢 我們又沒有要九二共識 類似這樣的東西叫避免規則 還有呢 避免遭到報復 避免遭到報復就是 它通常會利用 利用傳輸 或後面有一些很奇怪 它不 用匿名的方式 或者說 半匿名的方式 它不署名 或者說它其實有署名 這個一場非常虛假的談論 或者它根本從頭到尾就是要故意製造一個假的信息 就故意給你一個另外一個名稱 讓你產生 故意為說 這是一個錯誤的連結的狀況 所以這種 避免遭到報復的企圖 這個也是它的另外一個特徵 那混合戰可用於描述 戰鬥空間的靈活和複雜的動態 除了我們說的混合戰 混合戰爭 混合威脅 或者是混合對手 等等 其實在軍事上來講都是同一詞 那由於烏克蘭危機之後 其實北約的 北約將這個混合戰它其實就有一個定義出來 但是其實它最簡單的說法就是 美國前陸軍參謀長所說的 就是說正規和非正規的一種分別 這是最 看起來最隨便 但其實同一種成功是最完整的說法 好 那 那混合戰的案例 我想我不打算去講那個很遠古的東西 好像穿著附混 我想講一些其實 其實跟我們自己切身有關 而且讓大家去理解說 為什麼這件事情對我們很息息相關 我們 我們也許不是安心戰爭 但是你要知道 戰爭卻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相關 當戰爭跟它引發的過程中 它對你很有興趣 你可能不對戰爭毫無興趣 它戰爭對你非常有興趣 不管你的身心靈都非常有興趣 那所以我們首先來看 其實最近比較大的案例 其實最早我們可以說到是2006年的 以色列和正主黨戰爭 這樣的戰爭其實本來 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是一個 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強權 從某種程度來講 他是全世界目前為止 在戰鬥經驗最豐富的群隊 因為他從建國開始到現在 還沒有停止過 那所以 所以他的戰爭經驗非常豐富 所以當這場對抗跟抗死打的時候 正主黨的部隊跟他對抗的時候 大家想說這個一場正規軍對上 這種恐怖主義啊 武裝遊戲隊的戰爭 其實沒得打嘛 以色列有全世界最先進的武器 有訓練有數的部隊 這場戰爭應該沒有什麼可以打 可是 可是這個整個整場戰爭 四幾天下來 大家卻發現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整場戰爭中 所有的媒體一面倒幾乎就是 以色列充滿被受指責 然後以色列 所有的事情時間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歸應 被媒體的指控 而且他沒有辦法做一個 做一個好像戰爭的主導 整個主導全都 大家就覺得 今天只能打下一張以色列 以色列的直升機 打下一張無人機 大家就開心得不得了 感覺以色列就完全是灰頭如臉 非常喪氣 整場戰爭中以色列在 在戰場上 或是至少在螢幕上 以色列是一副慘敗的樣子 但實際上是怎麼樣 以色列其實在整場 軍事作戰上中 他並沒有虛虛烈士過 事實上他一直都是屬於優勢 可是呢 在從開戰開始 他就巧妙的利用 包括圖像 包括影像的輿論宣傳 宣傳傳好 成功的塑造 以色列是一個侵略者 成功的塑造 以色列在這場沖沖中的無力取鬧性 成功的塑造 以色列在這場戰爭中的無能 感覺他總是有趣 比如說 像他的一架武裝 其實無人偵察機被打下來 他們就說 你看以色列的無敵的實話 也被打破了 但實際上他只是一個 一個事實上 根本是可以忽略的所知 可是他們透過這樣的做法 事實上讓曾組長在這場戰爭中 取得所謂的道德指導點 來自於某種程度 在形象上獲得勝利 進而使他後來整個在 雙方平火的時候 他在取得一些有力的談判條件 這是其實第一次混合戰 被交互所運用的部分 也就是說這種戰爭中 不是單純的軍事上的對抗 不是在比拳頭大 已經在比什麼 在媒體上的形象 但是這個時候還是混合戰 現代版的混合戰的這種概念 大家還沒有很清楚的意識到 有沒有真的覺得說 這件事情到底有這麼重要 然後其實一個更比較明顯的例子 就是南奧塞提亞戰爭 就是俄羅斯和喬治亞的 南奧塞提亞戰爭 這奧塞提亞戰爭 其實如果有些朋友回想一下 可能會知道 2008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2008年北京奧運 就在北京奧運開幕當天 俄羅斯發起習習 習習就要喬治亞 他其實就是利用一個國際 沒有注目的時間轉移焦點 攻擊喬治亞 當然喬治亞原本當初 自己也想要利用這樣的機會 來開打這個戰爭 只是沒有想到的是 其實俄羅斯比他準備得很好 而且更有系統 怎麼說有系統的 他不但在軍事上巧妙的取得先機 更重要的是接下來喬治亞整個國家陷入的 比如說透過網路的攻擊 俄羅斯通過網路攻擊他的基礎設施 使他的電訊中斷 這次發生了說當CNN在訪問喬治亞總統的時候 在這個過程中他直接斷訓30分鐘 在全世界面前斷訓30分鐘 也使得他沒有機會去 在這個輿論戰中就顯得非常的左之右順 就像剛剛被笑音一樣 他也是當場馬上被笑音 所以這其實是俄羅斯第一次試著使用 所謂的他們逐漸發展起來的混合戰 也是利用包括網路 包括輿論 反正配合軍事行動的第一場 第一場有系統戰爭 而且這看得出來是有 事後看得出來是有事先安排的 也有預言和規劃的 那接下來當然最嚴重的問題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開始對這個問題 開始注意的就是克里米亞危機 或是烏克蘭危機 2014年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2013年底到2014年2月 就是所謂的那個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方面我們很振奮 就是好像人民起來推翻這個親俄的 親俄的那個總統 然後讓那個總統還流亡 但某種程度來講 318的318運動有受到他的所謂啟發 可是當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們大家有發現同一年 同一年發生的時候 那當時我其實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比較好奇的時候 然後呢 然後呢 他的總統流亡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接下來的事情就是 大家知道非常不妙的事情 就是發生他們所謂的烏東 有的說烏東戰爭 有的就講 有的叫頓巴斯戰爭 就是他們的烏克蘭東面 就爆發的那一戰 就是 那 爆發的那一戰的過程中呢 還有包括後來克里米亞半島 被整個後來 隨著他們所謂的公投 然後整個被俄國奪回去 黑海艦隊 黑海艦隊的駐地 整個又變成俄羅斯化 這個 這個過程中呢 他們用了更多的 這種混合戰的方式 包括新戰 假消息 他一開始就是透過 散發假消息造成恐慌 造成人民的不滿 那同時呢又派出了一些 派出了一些什麼 派出了一些後來尋稱小綠人 小綠人 小綠人不是民進黨的黨工 小綠人是 小綠人是一些穿著綠色軍服 卻上面沒有任何的軍事標誌 沒有任何軍事標誌的 所謂的不滿的武裝民兵 他們這些武裝民兵做什麼事情 做的事情不是像大家想的 我就拿著武器 然後就去跟 就真的去打 去對幹 他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 其實反而跟大型的不一樣 他做的事情是 他首先去占領各個地方的 比如說重要的公共設施 比如說 重機關 電台 更重要是軍營 他不占 不占領整個軍營 他占領軍營的大門口 可是占在門口 占在門口呢 讓裡面的軍隊出來 要出來的時候 就跟他互相推行 就像我們常 我們社運運的夥伴常碰到 就遇到 他就是 學長不要這樣子對不對 他們也是一樣 就是這邊學長們 就來衝擊他們嘛 所以 武軍反而被困在 在 在 在那個 烏克蘭東方的 烏克蘭軍隊 反而被困在自己的軍營裡面 因為他們以民兵的樣貌出現 像是一個抗議的民眾 所以當時很多的烏克蘭的指揮官 面臨的道理上的抉擇 那我要不要開槍 我要開槍排除他 他不是敵國啊 他不明是穿著俄軍軍服出現 我如果是俄軍 OK 我們就開火了 對不對 可是他 我不能去精確的辨識說 他到底是不是我的敵人 所以他們包括 網路上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影片啊 比如說他們佔領那個機場 然後後來怎麼辦呢 後來 可是把那個 被困在軍隊中的指揮官 最後下令所有的軍隊 放下武器 放下武器 就是沒有帶著武器這樣走過去 希望能說服他們 讓他們執行任務 但最後這些軍隊 對大安變成福利 因為後來大家才知道 這些小綠人是誰 這些小綠人都是 其實都是俄羅斯的特種部隊 或者是被俄羅斯特種部隊 所指揮的武裝武器 透過這種方式 然後呢 這些做法 做為之後就等於 替俄軍鋪好路 然後俄軍在 當然他們也製造很多的假信 比如說 啊 政府軍又開槍大死人了啊 殺死了很多平民啊 在哪個村山發生大屠殺啊 而且專門殺俄國人 俄二一的啊 所以這時候俄羅斯總統就說 那我們不能做事了 他本來就事前讓軍隊在邊界演習 然後就我們要越界去保護 保護我們惡意的小民 事實上突然沒有了事啊 就剛剛講的軍隊 軍隊根本守無寸碟 被人家繳械 他這種利用非正規的方式 加上輿論 加上網路上發假消息 新聞發到假消息 以及利用這種所謂小綠人 而且讓這種 這種非正規的軍隊 跟非正規的武裝人員 跟正規軍 混合來執行政治任務 所以 而達成他的政治目的 這個 這一次的混合戰 才真正的第一次成功的展現 在十二年前 這也是讓後來北約非常非常緊張的事情 後來的事情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一直到現在 其實包括後來 其實最提發俄羅斯的 就是其實跟俄羅斯緊頂的 譬如說包括霍羅地和三小國 芬蘭 瑞典 瑞典還因為這樣子 在2017年 把原本在2015年 已經廢除的徵兵制重慶恢復 而且徵兵制從原來的指徵男性 變成男女皆爭 男女都要俯逼 這其實都是因為 當是俄羅斯的這些擴張性的行為 那為什麼有 而他們製作大量的所謂的民防守 廁守 其實民防守都有一張 包括瑞典的 包括芬蘭 都有一張專門提到什麼 如何對抗假新聞 假訊息 那怎麼對抗 他說第一個 你們當訊息出來的時候 一定要查證 一定要查證 那一定要能 當訊息出來的時候 不要先反應 你要先問自己 這個訊息是真實起來的 所以民防守之中 都講了第一句 這某種程度來講 可以是跟剛剛前面 前面兩位 兩位不斷就講的東西 其實都一樣 他就看起來 你覺得這個好像老真常看 但是各位自己想想看 當你收到網路上的訊息 不管是LINE的長輩圖也好 或者是FB的任何東西 大家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先按讚 先打電話轉出去 不是嗎 對不對 等他轉出去好像不太對 好像不是真的 那已經來不及了 其實他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經驗 其實都是從克里米亞 危機所衍生出來的 但後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就是表面同俄門 同俄門的事情 就是俄羅斯在這一套 他後來非常非常充裕 發現這一套有用 於是他利用這一套大量的進入攻擊 比如說包括各個他的主要的潛在對手的國家的 特別是民主國家的什麼 選舉 接入他的選舉 同俄門是其中一件事情 但同俄門這件事情大家比較清楚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同一時間 在歐洲的各地的很多選舉 包括波蘭也好 包括德國法國的選舉也好 其實背後都也有俄羅斯的這些假新聞 或者這些剛剛哲涵所講的 那個巨魔工廠產生的大量的假訊息 進入這些國家的選舉 然後也影響他們選舉 比如說很多人就很懷疑說 一些右翼 尤其極右翼在選舉期間 讓了大幅的活躍 甚至他的支持率大幅要升 是否跟這個事情有關 然後包括一些看起來是當地網站 實際上後來被追查發現 奇怪喔 這些網站設置一點都在俄羅斯 這些假網站的問題 那這一波的新聞 大概發生的時間 大概在2016年的前後 2016年的前後 那當然大家也看到 比如說現在 包括東州最判斷是法國 歐洲是法國 應該制定什麼對假新聞的一些 相關的制裁的法律 那最後第五個呢 我寫這個的時候其實 心情很難過 但是我覺得還是把它寫下去 就是台灣九合一大選 然後我在那邊打一個問號 為什麼打一個問號 因為就像剛剛鋼子函說講的 我們已經發生 這個事情已經發生這麼久 甚至它沒有停止耶 其實它之前這個戰爭還沒結束 延續一下到哪裡 到2020 甚至直直到整個台灣 台灣被達到中國所欲 所要達到的安排為止耶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媒體也好 政黨也好 學界也好 沒有人在看這件事情 所有的錯都是什麼 哎呀那個九合公司 大家要講九合公司 大家要賺大錢 都要貨要出的去人要進的來 現在連是租進的來對不對 所以這種狀況 大家去談都是這些東西 要不然就是講說暖男啊 對不對 誰的手很漂亮啊 這種東西 問題是這場選舉到底是怎麼了 我們是敗了嗎 敗在哪裡 我們的敵人是誰 沒有人去談 背後的因素是誰 沒有人去談 我覺得這才是最 最讓人困惑、疑惑的 所以為什麼後面是打了一個問號 因為如果我們真的不去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不真的理解這個問題 我們不真的去應對這個問題 那這場敗 我口派可能寫的就不會是 未來的歷史不會是像我寫的是 2018年台灣九合一大選 可能會寫的是什麼 可能會寫的是2020 台灣總統大選 甚至某某年 台灣對中國 中國侵略台灣政策 會不會是這樣 其實我最擔心的是這個 麻煩下一頁 好 這個 這是烏克蘭危機中 我剛說的這種狀況 學長不要扔照片 有沒有看到 一邊是完全沒有拿武器 一邊是拿武器的武裝兵兵 注意看 拿武器那邊的身上是沒有這個標準的 好 好 下一張 這個就是我說他佔領軍營 他不是進軍裡面佔領軍營 他是就封住你的大門 不讓你出來 他是佔領你的大門 這也是就是小綠人一 因為還有下一張 這個是 這裡面的小綠人 這部分他事實上後面 他們還配合俄軍的行動 而且他後來也引發一些悲劇 就是大家不要覺得說 這種事情都跟我們沒有關 後來包括引發一個悲劇 大家如果印象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有家飛機 飛機那個地方被打下來 被打下來的時候 俄羅斯說不是我打的 是烏克蘭打的 烏克蘭軍方打的 也是假消息 烏克蘭軍方說 開玩笑那武器根本不是我 怎麼是我打的 弄了半天 他們就推 啊那是武裝民兵打的 武裝民兵打就是俄軍打的啊 對不對 就這種狀況就會發生 而且馬來西亞打完後 抗議到底要跟誰抗議 到底要跟俄羅斯抗議 還是烏克蘭抗議 還是要跟小綠人抗議 那既然是混合戰 我們想一下他的特徵 當然其實這個部分 我覺得可以跟剛剛跟那個 子函所講的那些 王國戰的狀況可以互相配合來看 那根據一些學者研究裡面 他說混合戰有幾個特徵啊 第一個他一定是什麼 一個非標準的 複雜的 和流動的行為者 就是說 其實你很難去判斷是誰在做 就是我們才問你們說他是網軍啦 五毛啦 對不對 這些 可是事實上 就像子函講的 其實 你真的對手其實不是 你真的收到的那個錯誤訊息 或假訊息 或讓你氣得跳腳 按個怒的那個訊息 不是中國 我必須這麼講 這倒不是替他們講 真的不是五毛 不是網軍 發給你的 為什麼 因為五毛法律不負責執行這個動作 不負責執行這個動作 他其實他們 他們做的反而是更上端的動作 那你說到的是誰 你自己仔細想想看 你在Line中 或誰 誰傳過來 哎呀一定是你的某某 某某 某某長輩的某某朋友 傳過來的 對不對 其實 其實 這些人是很流動 他可能跟你很親密 可能跟你完全沒有關係 可能 而且他可能說 弟弟 你這一系列的動作 比如說他一系列的都要讓你 對於某某政黨 或某某候選人 惡感的這個訊息 他會透過不同的管道 不斷地傳進來 而且他的論述也會有正有反 有 有一樣有不一樣 甚至彼此互相矛盾的方式 來讓你造成惡感 甚至他也會澄清 他先給你錯誤的 然後他再給你澄清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 前面 我假設我已經騙了五四人 後面澄清 只有二十人收到 那我已經賺到三十人 像類似這樣的做法 所以他是一個什麼 非標準的 複雜的 流動的 行為者 你根本無法去確定 那個行為者是誰 這是第一個特徵 第二個是 混合政策執行者使用的是 複合常規 和 非常規方款 的組合 也就是說他會什麼 有時候會發 正式的訊息 比如說開機指揮 你的對手可以開機指揮 然後做錯誤指揮 這我們常看到對不對 講這種東西 但唐詩呢 配合什麼 要發掌配圖 對不對 要發假的訊息 要發一些攻擊性的語言 甚至黑函 等等 他可以是網路的 他也可以是書面的 甚至也可以是 某某正義魔人去拍一段 然後去投給 投給新聞 那個譬如說 這一類的東西 這也會發生 那第三個特徵呢 就混合戰它是什麼 它是靈活的 適應迅速的 所以他一定 他的 他的動作 他的方法 就像 就像 西子冰把書的 均無常形 他沒有 他沒有一定的形式 他也不一定 會有一定的模式 而且每一個傳遞的管道 都是可以捨棄的 你說好 這個東西 這個人都是壞 這個人 長得都是亂七八糟的 我都不講 我都不看 沒關係 他可以換下一組人來 下一個名稱來 你可能說 沒關係 反正是我媽 假設 假設是我母親的那個長輩的 那個群組裡面都是錯誤訊息 我看他的 沒有關係 但你的朋友的訊息 也可能是錯的 就會 他是有靈活應變的 他可能用Line 有可能用Facebook 可能用別的東西 甚至可能用耳語 都有可能發生 這是在做愛世界人的事實上 廣播節目中 裡面講誰誰誰怎樣怎樣 這也是一種形式 他有非常非常多靈活應變 而且是種組合出來的方式 那惠惠戰使用的是 先進的5C系統 和其他破壞性的技術 他為什麼說這裡面說先進的5C系統 這裡面先進的5C系統 某種程度來講就是像剛才講的 把訊息武器化 他把每一張圖中 他這些透過這種自動 半自動手製造的 這種圖都會遷入一些什麼 他意圖要傳播的惡意的訊息 舉一個比較大家守直的例子 大家有看過 其實這9月中 8月中的時候 蔡英文中被罵 最被罵犯的一件事情就是 坐著雲豹車去視察 所以在這段 然後他說 像民眾在那個 在騎閘車很可憐 結果他在那邊揮手在笑 他在罵 罵說你看這個太可惡 可是圓圖是什麼 他揮手是其實是在 在那個被截掉的另外一邊的人 因為他跟他打招呼 他跟他揮手 所以他辦法這一段截掉的訊息 就是他要給你的是 那個錯誤的訊息 對他有利的訊息的部分 都被截掉 然後就這樣傳送 你可以說他這個照片是假的 某種自動人家他們不是假的 你甚至可以追溯說拍攝者是誰 沒有錯啊 現場真的發生這個狀況嗎 可是呢 可是呢 意涵完全不同 他遷入了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惡意的 攻擊性的這個訊息 然後傳播出去 等到好不容易大家查證飯店回來一個月了 你還記得嗎 你還記得那件事情嗎 可能不記得 你只記得對 對蔡英文總統滿滿的恨意 不是嗎 好 這種就是一種他們的 這種的做法 而這個做法裡面其實 其實是有背後有邏輯有技術 而且他做這個動作 一點都不 一點都不需要 一點都不像大家想說 哇修頭修飯店的 他甚至有的已經可以自動化 還自動會去做 而且把顏色變色也可以等等 這種方式 所以他是先進 他這個某種程度來講 我們說他是先進的 武器系統 而且他可以針對你的痛點 你過去的行為模式 去針對不同的人 去做不同的訊息的分發 所以他是一種先進的武器系統 而且他也是破壞性的基礎 它是相當負面的 它是讓你對某人的信賴基礎 或原本的訊息的信賴被破壞的狀況 而且他最重要的一個 這一點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就是必用大眾傳播進行宣傳 我們尤其對台灣來講 台灣先天失調 台灣的新聞媒體本身就有很多的問題 有很多的問題 其實不要說新聞 我們最近台灣在校合某些媒體 二十小時報寒冬 寒打對不對 寒打 可是你想想看 就算沒有這件事情之前 幾年前我們不也是 二十小時報某某隱星 開超跑某某隱星 怎麼樣怎麼樣 世紀婚禮對不對 二十小時的新聞 不要說二十小時 一個小時的新聞一節嘛 一個完整的一節裡面 花四十分鐘跟你報告隱星的八卦 交了什麼女朋友 開什麼超跑對不對 請問一下這不是嗎 對不對 你這樣的媒體 有真正是大眾媒體嗎 不是啊 我為什麼要知道某人的結婚禮 是結婚禮 干我什麼事啊 我看新聞原本希望的是 我要知道這個所謂的 我們我們的世界 國內與國外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他所告訴你的都是 他篩選過他告訴你的東西 而且是什麼 是一些意樂化的 跟你目的無關的 所以如果你的管道本身就是汙染的 甚至有瑕疵的 有破損的 然後再透過這個大眾媒體 成為主要的發送訊息來源 再透過分眾的 比如說利用LINE 利用FB等等 去進行特定群體的發送的時候 那他的效果是宏大 所以某種種類的 台灣真的是 外媒說 中國利用這場選舉 在試驗他們的這個混合戰 當然是有道理 而且我們是完美的實驗室 因為我們有最好的受污染的傳播管道 最後是混合戰可以發生 發生在三個不同的戰場上 那這個三個戰場 其實他指的是說 包括實體的 包括非正規的 還有什麼 輿論的和心理上的 我們在討很多像網路上的 和軍事上的 其實這會比較實體 而且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或者說大家會覺得有所集體 可是更可怕的一點是 其實我們是先崩潰在新房 先崩潰在新房之上 然後才會讓這些的技術工序 去能發揮他最大的效用 我覺得這個部分 這部分也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 然後呢 這種會合上還有另外兩個特徵 一個叫做異否性 很容易否認 不是我 很容易 因為在網路上 肯定很難識別是誰 而且他可以甚至用 譬如說透過別的外國的 或跳環的方式 很容易躲藏自己的真實身份 還有他自己的意圖 另外就是反身回應性 什麼叫反身回應性 其實就是說 他做這件事情不是單向 不是線性 一般來講 他不是說我做了 我也不知道 好像怕我打出去 有沒有打中人 我就不知道了 打中 我打準 沒打中 我打不準 只能打下一發 他不是的 他是 他是非線性的意思說 我打出去 我看你的反應之後 我可以再繼續延伸 不斷的延伸 隨著你的反應 看我要再加碼 或是要再導音 等等 所以他是個非線性的 這種非線性的特徵 是混合戰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 大概 其實在這個整個過程中 他是複雜的 整個過程裡面 也不是像大家想的 這麼簡單 然後 但是呢 其實我們要應對他的部分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可以說是簡單的 為什麼 其實說穿了跟我們自己本身 自身對於事物的理解 或願意願有關 你願不願意去理解這件事情 你願不願意對公共議題 去真正的去思考 還是你願意因為訊息 而去影響你的情緒 竟然以用情緒去做出判斷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中了這個 中了這個計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 子彈所說 其實我們沒有往上想 你的策略上 第一個問題在哪邊 所以你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在國內 尤其像我們在傳播的管道內 包括很多行銷公司 其實在這場的學期中 被利用來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畢竟不是外地 甚至他也未必有真實的惡意 可是問題他確實造成了完美的破壞 可是那你要對他們方法是什麼 查禁他們嗎 綜罰他們嗎 其實都不是 是剛剛我講的 剛剛我講的 你應該回到這問題的本質上 我們對這個訊息的本質 對問題的本質之後 我們能不能先去 先去對這件事情 呈現關注理解 那麼後面的訊息才不會變成 變成你只是被情緒諸導而做 如果你只是受到情緒諸導 因為情緒而做出反應的時候 那麼他的這道方法變成成功 如果不是 他的災害就會降低 那我們看一下 後面兩張圖其實不是我做的 其實是網路上有一個 就是黃永明的一個寫手 叫做王力第二戰演所的作者 畫的一個圖 其實這個就是 這次選舉 中國怎麼樣介入台灣的一個流程圖 大家可以看到訊息 最原始的訊息 包括內容容長的部分 和一些惡意的主訊息 或主基調的部分 會從中國來 那個下達的指令 或甚至部分的資金 也可能從中國來 但是他怎麼樣進入 台灣的訊息的生產鏈 那在這個生產鏈中 其實有很多的協力 包括地下揮隊 包括網路新疆公司 包括甚至有些機制 其實它是一些機制 你下單就可以買廣告的方式 但這些錢怎麼來 然後 這個訊息逐步一直下到什麼 下到包括地方 乃至於地方派系的群體 群組 竟然影響到旋律 這場選舉 某種程度來講 我覺得 這張圖 它最可貴的是 其實它畫出來的時間 其實是旋律還沒有結果的時候 還大概 不到一個月 快到一個月前 它畫出來 但是其實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它等於預示了 我們是怎麼敗的 某種程度 我們對方的那個 作戰的那個 的行徑圖是怎麼 戰略地圖是怎麼 戰術地圖是怎麼畫出來的 然後下面一張是 彩色的英文版 有網友就是 把他的東西 得到他的同意後 把它重新 重新 畫成一個更容易的版本 然後 宣揚 就是有到 讓在國際間的媒體上去宣搖 然後 當然這個也讓很多 有些媒體 我知道有些外媒 也有報導這件事情 事實上 很諷刺的是這麼久 就是說從選舉結束這麼久 唯一有說 唯一有媒體 正式報導說 中國的力量 進入台灣的選舉 其實是外國的媒體 華友 就是阿盛頓友邦 台灣的媒體 非常 某種程度非常失職的 還在檢討某些政治人物 或派系 或某個團體 這個 這個某種程度來講 我們應該是說 我們 我們還在潰敗中 我們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在選舉晚那一天 敗不是在那一天而已 我們還在敗 但是 還在敗怎麼辦呢 其實 我們要這樣因此 會心上市嗎 其實也沒有 好 這個時候也容我 因為剛剛前面 前面兩位夥伴 都擴了很多 很多名人的話 那也不會 讓我也引用一些 某位名人的話 這個話是戴高雄將軍說的 戴高雄將軍他 他跑到 他逃離法國會 跑到英國組織自由法國政府的時候 他第一場演唱裡面 他說 他講了一句名言 他說今天 法蘭西是輸了一場戰役 但是我們還沒輸的戰爭 我希望用這句話 我們彼此自免 我們雖然輸了一場戰爭 但是我們還沒輸去 我們還沒失去戰爭 我們還沒輸掉戰爭 如果不要輸掉戰爭 我們只是面對問題的所在 然後重新武裝起來 重新對抗下去 謝謝 謝謝我們陳輝 好 那其實我們已經過了表定的時間 表定的時間是到9點半 但是外面很冷 我們在這裡很暖 所以說我們還是希望看看我們現場 是不是有什麼朋友 願意跟我們分享一些新的 或者是說有什麼問題 讓我們三位那個講者來幫我們解答 或者是說 好 一個人 一個人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客氣 因為我今天這個 要來做這個主持人 就很貼心的幫 三位講者準備這個紅牛 對 就是說他們 就是希望說現場 現場的這個朋友可以 盡量的來發問 或者說盡量的來討論 然後就是 把他們弄得精疲力盡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有準備紅牛給他們 好不好 那有沒有 那個李昌 要拿一個號碼 你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一分鐘 一分鐘 不好意思 我的問題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裡面的媒體 站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是被購買的媒體 其實大家都清楚 我們台灣有一些媒體的樣子 看起來已經有點詭異了 但是問題是我們台灣的人的 道德官會認為 政黨或政府其實是不應該去購買媒體的 那針對這種可能已經被處理過的媒體 我們該怎麼辦 因為它可能已經很明顯 沒有所謂的新聞倫理了 這該怎麼辦 第二個就是說 這一套的說法 其實它有一個比較容易被攻擊的地方 它好像聽起來有點像一個陰謀論 那如果有人質疑說 這會不會是一個陰謀論 你們會不會是在塑造一個無形的敵人 在嚇大家 那這個我們該怎麼來做解釋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最近其實有一些假消息的一些相關的修法 那這些修法大家怎麼看 那如果以後國民黨執政了 那這些修的法會不會法變成他們的武器 來更進一步的來打這場戰 那各位的想法是什麼 謝謝 那那個是不是 那個子涵還是是不是 我可能 哈囉 哈囉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 我剛剛講到就是那個cycle 對不對 所以等於現在您問的問題 就是在檢視現在的狀況 就是說媒體可以要怎麼處理 那我覺得那個需要其他的專業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我們三個在那件事情上的專業 可能都還不夠 所以等於就是那個問題在這個場域是沒有辦法回答的 OK 就是你說那個 一些媒體他被購買了 所以他對特別特別的做法 我覺得可能傳播 所以為什麼要了解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需要很多不同的專業在這種場合 大概很難在一個場合可以訪出來 那當然就是第二個問題也沒有辦法回答 一個陰謀論 陰謀論可能是今天的黃金公見 就非常覺得 但是我都覺得第三個很有趣 因為第三個比如說要修法 那修法當然有比如說修什麼13加6等等的法 但是大家比較聽到的是 是會通訊傳播法草案 很多人扣得到德國法國的例子 我唯一有感受的就是 從網路本位來看 當不管國內的傳播媒體學者 或主張立法來管制一些條文的學者 在了解國外的狀況的時候 第一個有時間差 第二個對於內涵的了解 以我們的角度來看是有點問題 第三個他們立法的環境 我不是說立法的法義 而是他的環境為什麼要這樣立法 了解不夠 所以我舉個例子 德國 Facebook在德國的覆蓋率 大概百分之四十而已 四十 也就是說一百個人只有四十個人 用Facebook 整個德國 八千萬人 用Social Media 不管你是什麼 Facebook啊 IG啊 這些等等 不到五成 這個國家為什麼大部分的人 這麼討厭Social Media 或不上去 相對於台灣可能是八成到九成 所以當我們在Quad的一個國家 它實際的社會的環境 網路的行為 所以會有這個 納粹什麼仇恨 這些東西 我覺得我們在立法的作為上 了解其他國家的研究 跟知識 嚴重不足跟偏廢 所以大家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有百分之四十的人 用Facebook 所以我可以很快的測量出 我可能Facebook要執行這些東西 我可能需要多好的常犯 然後他立法 拿這個工具來打擊假消息 常會顧得出來 可是亞洲面對的狀況都很麻煩 亞洲大家都非常愛自拍 也是自拍棒的 聖課率最高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反而立法 也沒有效這件事情上 或看法唯一是 大家在所謂國外的狀況的時候 沒有好好的去了解更多的構念 我覺得這個很致命 因為這個念頭都查得到 我這邊想到的就是關於第一個問題 因為雖然不是這麼一段 但是在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已經有一些人在提出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媒體需要多 更高的痛度 我們必須要知道 一個媒體他的 公信力跟亞利場裡面 有一個很大部分來自於 他背後的互權結構 但是台灣有任何一個媒體 有真的公佈 所有的公式是公佈媒體 有真的公佈他們背後的 真正的執行人 或互權結構是什麼樣子 好像是沒有吧 我印象中是沒有看過 從來沒有看過 任何一個媒體 告訴我們他們最後的 真正的執行人 所以那可能是一個 可以想這樣的方向 不行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看這個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 繼續指貪這個 就是 我們在德國的網路執行法 開始公佈以後 其實他有一些 比如說Google 或者是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 他們開始慢慢的 開始根據這些法律 他們有做一些調整 但是從我們現在的通訊 就是做一個辦法的修改的過程中 我們大概還看不到 他已經給過一些數字 但是這個部分這些數字 或者是針對德國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似乎沒有辦法在我們的 現在這個法案的草案 跟他的整個公佈過程中看到相對應的案件 那另外就是我們對於 這樣子 他對於在他們那樣子的一個環境 跟在一個規模 可以的運作的情況怎麼樣 他號召台灣的情況會變得怎麼樣 其實我們不大家清楚 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是 你這樣一個問題是 其實我們很常在討論 德國的這個網路執行法 但是他這個網路執行法 其實開動民意他就講了 他不處理 就是通訊媒體 通訊就是Messenger Apps 那是這一類的問題 因為在 因為個人有 秘密同學的資料 所以他像是台灣如果說你能力奈威主 那就已經不在他這個法律要處理的這個範圍 所以他公開 他所有在 所有處理的 全部都是公開的平台 Facebook 或者是Twitter 或者是YouTube 所以這個有一個很關鍵的差異點 就是在思考說 這個模式要套到台灣 或者是在亞洲這個這種 通訊軟體非常非常恐怖發展的地方的話 可能就要再多一次 還有沒有朋友要 那個 我是認為 台灣現在缺少幾個警隊總部 為什麼呢 以前我們非常討厭警隊總部 但是現在就是說台灣 很多現象需要更進步 第一就是說 像《人間福報》 《人間福報》 《人間福報》是《國家福報》的報紙 怎麼是 變成說 緩菜的大本寧 第二個 《中國時報》 它現在幾乎是 《人民日報》的海外版 再來就是說 比如說 選舉市議員 竟然可以插著五星期 在龍山市發五星圈 再來就是說 北京竟然派那個 一個訪問團 去 來顧著小報 去做交流訪問 如果有警隊總部 這個都不可能的 為什麼 賣名牌的小報 竟然有北京派人去訪問 那其實 什麼國大國之類的 就是說 防鼓來來北京拜年 我說說我們真的是需要 一個新聞界的警隊總部 謝謝 好 那我們還沒有講 那個有權 有權簡短 一分鐘 我想把剛才大哥的那個問題 換一個方式問 就是說剛才其實 主講人都有討論到那個 民主防衛機制的部分 他說我們要先說 言論自由 或是說進行一部分的管控 那個正當性要怎麼來 我覺得確實有一個問題在於說 因為過去在談轉型正義 白色恐怖228的時候 過度把包括像警總 或者說就是國家機器 比較去側重 冤錯假案 或者他對內鎮壓人民這個部分 可是 畢竟就是說 當時在抓無始 就是著名的共諜 跟丁窈窕其實是同一票 情勢機構的人 他有冤錯假這個部分 但是他也有 確實是 譬如說反共 或者是保衛 至少是避免中共侵略這個面向 可是這個在道德倫理上 我們今天如何去合理化 或者從今天如何取一個平衡 來合理化今天我們也可以有一個民主防衛制 否則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 就是泛藍失利很容易拿來破口的地方 就是 你們在那邊講言論自由對不對 最喜歡拿正南融化來付我們自己 就很辛苦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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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收聽兩個問題 好吧 那個 劉老師 還有劉老師 我的問題其實跟上面兩位的問題有點關聯 其實有點很簡單 就是 因為剛剛一直在 尤其最後一位長者 剛剛在提的時候是說 我們好一對假新聞的方式 就只有靠公民個人去培育起媒體事物的方式 可是今天如果他是一個 如果我們今天千亮會講的多數之數 他可能是一種戰爭的話 那戰爭裡面一定有國家的行動作 那 當然 我問這問題很喜歡 那就是 如果 如果您的立場的話 您覺得 臺灣的國家機器該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不能只是說 這件事情就交給 因為這樣會變成像是 我們 我們讓民兵去對抗他們的 可能是真的一定會有失利 這樣 我想問一下 你會怎麼回答的事情 劉老師 剛剛兩位提到 有數位通訊傳播法 那好像對於修改這個法 有一點擔心 或者結論說 沒有效 或者 當然他不能用 可能不建議用以來 但是對於FBI 或者YouTube Google 其實在德國都是有規範的 那我特別有注意到這個法 提出要修法的時候 唐鳳政委就反對 然後後來就有很多臺灣的業者 就發表公開信反對 這點讓我很擔心 我們一方面在討論覺得說 這個奇怪的戰敗可能會再化身一次 但是我們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又覺得說 我去歸還他 會不會讓我們更不方便 或者是這個我們可能要重新思考一下 如果這是一個 將來對於我們的民主防衛 是一個很大的威脅的時候 恐怕我們要先去討論 我們的言論自由 跟這個網路上的這個平台 要不要規範 這個東西要原則性要確定 然後再去克服那些困難 不然的話我們永遠走不出去 恐怕很快在2020年 其實我不認為2018年 這個中國的網金在臺灣有 他可能是牛刀小事而已 但是並不是主要的因素 主要的因素可能是我們自己 其實其實有很多錯誤 或者是中國過去滿久以來 在不是網路啊 就臺灣各地民間的這個滲透 像融會啊什麼的 這社區影響如何更大 但是我覺得他的威力是不可威脅的 而且在2020年 他們很可能只要發動一次 我們他就完了 以上所有的意見 希望大家考慮一下這個 對於這個網路設定平台啊 這個規範將來修法 是不是要做更進一步的思考 好 謝謝老師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剛剛重結一下剛剛兩個問題 一個是說這個 這個民主防衛機制要怎麼樣 在這個去處理這個網路攻擊的問題 那第二個也是 其實大家來到這裡都非常關心的 就是說我們自己能夠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那個是不是 可能是 問一下 回應那個剛剛 剛剛有朋友問我說 我是不是認為說 都是要回到個人的 好像個人道德之位這樣 我就想這個可能是 不好意思 可能是誤會啦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要回到這個問題的根本本質 就是說 你只是專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做這個 我們要針對不管是假新聞也好 或者是假訊息也好 你所要進行的 不是只是去 好像那種外科手術 就這個 這個手指壞了 我就截止 所以這個 我就去罰這個 這個譬如說 你這個網路行銷上傳播 那我就不去罰這個網路行銷 我指的不是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公益的部分為什麼不能被揭露 這個部分恐怕更重要 從這邊開始 還有你所受的 比如說這些下廣告的廣告主 要不要揭露 你這個比例這麼高 都在做這樣的新聞本身 要不要予以規範 對不對 一個小時的新聞節目裡面 五十分鐘 甚至六十分鐘 全部都在報某一個單一的個人 這太詭異了吧 像這樣的 那這個部分當然 你能做什麼樣的規範 從政府的行政措施 到要不要立法 到你要不要去公佈它後面的資金流程的部分 這要從要一體的去評價應對 那我 因為我主要關注的不只是網路 因為包括就是混合戰 所以對不同的行為 會有要不同的應對 然後如果你能清楚辨識 比如說像網路攻擊也好 駭客攻擊也好 或者這個假訊息的源頭 就是中國的部分也好 那麼這是外敵 我們當然可以予以高強度的回憶 可是如果是在國內 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仍然必須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必須讓這個制度是 繼續可以運作下去 而不是說 而不是說 非A級B的方式 我們應該是 仍然我們應該繼續捍衛了 我們的民族自由 包括言論自由 但 我們仍然要有機制去加以抑制 所有的 所有的 包括假新聞 或者說包括惡意的 這種 偽造圖文訊息的 那個機制出來 一定要有 而且 這個單位就不一樣 如果由組織來講 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如果對國內的部分 我想那應該是司法單位 是行政單位 或者說通訊媒體主管單位 要加以應對 那如果是對於外敵人 那可能我們應該要升級到 譬如說是 國安單位 甚至軍方單位 要予以回擊 我指的是 類似這樣的思法 當然這個東西不是 我不認為有單一解 它既然叫混合戰 既然是多元複雜的 你要應對它的方式 必然也不可能用單一解 可以解決 這是我回答這個部分的問題 那至於說 要不要一個網路的警總 我想這個用詞有點強烈 那我比較 我的意思是 我們確實是需要一個 有一個防禦機制 這個防禦機制是有內外有別 然後有層次的 多元的 多項性的 然後按照它的情結 要有不同的 回應的一個機制 大概這個是我的想法 我們剛剛是不是還有兩位很貼 那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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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比較好奇 就是 像民進黨他在選前 他是真的也那麼樂觀 他選前就已經知道這幾個過分 因為感覺選前 大家都還滿樂觀的 所以我是比較好奇 那時候 對於這戰場 是不是已經意識到這件事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其實 我覺得這個 剛聽一下的感覺 這套 其實威權 其實在以前 就是大家都是 假新聞 就是威權 你只有聽 就是假新聞 就是現在是有科技的工具 讓它變成 就是工具體大化 就是 變無所不在 那其實 那 那 應該說 不好意思 就是 應該說我們現在 這假新聞 它是 我們假設是 因為 假設中共 他是希望操控 是親中的候選人當選 那 如果這個是選民所要的 那 就剛好是選民 真的可能他 覺得 親中的候選當選 是他們所要的 那 這是不是會 變成其實 像反民族所討論的 其實 是 他 選民 對他所選的 其實是不瞭解 他所要的 跟他 跟他所實際得到 不瞭解 這樣子 所以這個反制 是不是 可以 套用反民族 這本書所 不能說 可能用考試或什麼 什麼方式 去 讓這個民族更健康 就是為了 謝謝 那個 跟那位先生 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聽下來 就是那個 徐先生 剛剛提到 這是一個資訊站 然後 比較像是網路行銷的說法 那網路行銷我們知道 就是點擊率跟轉化率的差別 那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沒拿錢去來砸資訊站 那就有可能至少砸個誤破 這是以上的我的想法 那第二個話就是說 剛剛提到就是說 那個境外資訊 這個境外金流的部分 這個部分的 是不是有辦法 把正確把它結斷掉 讓境外實力不要再干預國內選舉 這是我的想法 那個 子涵 我覺得就倒著回來 你說境外資訊 比如說他用支付寶 我想拿來拿去 大錢啊 你怎麼去結斷 沒有人結得斷 要照我的意思嗎 就他連 他都不走傳統的 比如說 可能是中國銀行在 支付寶 黃支付寶相關的 阿里 阿里配的系統 在裡面 拿來拿去 比如說你在地的代理人 他那邊的代理人 或他國內 你那個錢根本 永遠不會進到 他的流 他的資訊流 他的金流 永遠不會進到台灣的境內 司法管轄權的境內 所以你永遠抓不到 我說這種形態的 那其實 他實際金流在怎麼跑 非常非常的豐富 有帶於台灣的 銀行跟金流業者 比如說做ML ML就是防洗錢嗎 就是反恐的一些專家 來研究這方面 當然很可惜 台灣因為 最近在被聽見嘛 不過有人知道 比較關鍵這方面 就是台灣的金融機構 因為在世界的體系裡面 本來就偏居一個小島 所以我們的金流 剛好是大家的天堂 所以很多東西都在 繞繞繞繞繞繞 我們對於防洗錢的技術 不管用科技技術來達到 或者是細膩的方法 都做得很不好 所以這件事情 短期內應該是無警 你要抓都不好抓 你可能要靠國際的一些體系 來做這個事情 那我們在這件事情上 跟國外的聯繫合作 又不是那麼的平常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我剛才本想 要回答您的一句話 就是金流那一段 就是大家看十年之內 能夠培養豬 抓金流的技能跟團隊 放在銀行裡面 或行政院反恐慌公司 其他基本上 對我們一般人來講 連這個問題意識 你都是沒有辦法回答的 因為你在這裡面 因為你不能打一個actor 除非你進到行政院反恐慌公司 或是你變成 顧力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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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在行校畫面 你有問到說 這可能跟今天 因為今天沒有談食物啦 剛才為什麼講說 你一個人可以 被切成三千個碎片 因為就是說 他可以透過網路廣告 下登的方式 精準的用訊息炸彈 炸到你的痛點 或者你會反應的點 比如說他知道 敲大家的膝蓋 你的膝蓋就會彈 這個東西是可以 因為有像Facebook IG這樣廣大的平台 你的行為都留在上面 他已經把你分好族群了 所以你可以花錢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如果你很會花錢 比如說 IRA俄羅斯 他很會花錢 他號稱只花十萬美金 就讓美國總統大選搞這樣亂七八糟了 如果你真的很會下 還有一些相關的條件 是可以達到一些效果 但他就跟你講說 比如說你現在有一個步兵團 你有一個氣兵團 你有一個摩托旅 但是人家有一百個軍 就是以軍團來講 他可能有師 一百個師 有一百萬人 那你因為你的空軍 都是劍橋子弟 都制航基地培養出來的 你覺得你空軍聯隊 因為有幾架訓練機兩個飛機 就可以打贏這場戰爭嗎 或者是做一些對抗或偵測 沒有這麼單純 所以您的問題意識非常好 但基本上下去可能還要再開十場 因為連在臉書上這樣的平台下廣告 有沒有能夠達到這種精準度 比如說十萬美金可以達到什麼精準度 你在美國能夠做到的 跟日本能夠做到的 跟緬甸能夠做到的 跟緬甸能夠做到的 緬甸軍政府很會在臉書下廣告 打擊核心安人 大家就可以研究這個案例 他們連臉政府怎麼做這個事情 打擊核心安人 連在這個平台上 臉書它不是一個平台 它是非常巨大的生態系 所以要把這個東西搞清楚 非常非常困難 錢有沒有效果 一定有效果 但是錢不等於資源 跟你的指揮體系 跟作戰對抗的體系 甚至是防疫的能力 然後我覺得其他像 比如說談到 我覺得今天的一些問題 就顯現出來 大家在面對出問題的時候很麻煩 因為大家一定會 從自己的專業領域 跟哲學信心理五的特性 去看這個東西 所以談到言論自由 談到像警種 這樣子的角色 再過去主辦一個角色 在網路空間裡面 這些都不是主要的議題 它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市場機制 有錢在動 讓訊息可以精準打擊你 讓你有反應 這個東西是可以用商業公司來做 可以用志願者組織來做 就是一群 比如說我有一百個人 我就是現在要攻擊 美國德州的黑衣族群 非衣族群 你一百個志願者 就可以搞很多事情了 在臉書上 可以用IG 用Youtube 或是珍珠島 可以用Youtube 宣傳 那這件事情上 我們台灣 保護空間的特性跟認知 就是跟他的 他什麼運作的 你沒有報告可以看 你有電視節目在講 波羅地海三小國 有電視節目 天天在講 每個禮拜 在講 假新聞是怎麼被 來用的 所以 那個就把大家的知識 體系集中起來 那我們現在面臨到的問題 大家都很像 很快找解法 我覺得這個東西 能不能講 這樣子 一刀 髮下去 有沒有用 有沒有用 在德國有很多報告 有沒有用條件 有condition 說實在 就 你身體 一個國家的人身體好不好 不是 你大家都去慢跑 就會好 像這句就懂吧 在網路上 你要能夠抵抗這個東西 你不是大家都吃 微穀利 膝蓋就會撞撞 尋利民 血人就會痛 不是這麼單純的事情 所以光要怎麼問這個問題 我覺得在問問題的時候 不要把你的問題當成是解答 一直問下去 問到最後 你才有機會看到站長的現況 因為站長是客觀的 知道現況之後 再來決定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或是一群人可以做什麼事情 或者你是網路行銷公司 你要怎麼開始接案子 這很實際啊 就選舉的時候 減超多的啊 你不一定要 你厲害 就像俄羅斯 俄羅斯可以做到其他國家的生意 你要做到北非的生意 如果你要往商業的體系去做 那你那裡練出來的功夫 你甚至的話 你又可以用來放生 專家講比較奇怪啦 但還是有很多食物這樣的東西 今天的講的可能比較無視 對 那那個 剛剛那個第一位講者 提到兩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 我幫三位講者回答好 這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在民主 原本的民主機制裡面 引進一些像是 不是那麼民主 比如說考核的這些機制 那我個人會認為說 其實我們在談 防衛民主的時候 一個基本的原則 就是說 你在承認民主自由的原則之下 去對一些 可能會破壞民主制度的東西 去做一些修正 或者說做一些抵禦 所以他有個說法叫 引火攻火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這個前提是 我們要先承認這個自由民主的機制 那這一個部分我覺得 我們是不是要這麼快的 就馬上要說 這個民主不好 或者是自由民主的 這個運作本身是有問題 我們是不是 引進一些非自由民主的 這個機制 或者說設計 來解決他的問題 我覺得這可能會是一個 魔鬼的誘迫 或者是這甚至 非常有可能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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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中國的網路攻擊也好 或者是說這些 這些 這個 希望我們台灣變成的樣子 就是我們大家再也對 自由民主 沒有信心的 這是 第二個問題 那你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 現場可能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你問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場 是不是沒有民進黨的高層嗎 我們也不知道說 他們知道你事前是怎麼沽的 那就算可能有 他們現在也不會承認 他也不會 他也不會 站出來說 我就是高層 但是我覺得 這個 這個 剛剛這個 這個小蕭這個神會跟他提到的混合戰 這個混合戰 這個混合戰 網路戰這個混合戰說 網路他混合其他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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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同的這個城市 然後開展出不一樣樣態的混合戰 其實 在俄羅斯的狀況 他會是 網路戰結合武裝的衝突 可是在台灣 這個前幾天 吳建銘老師還有提過說 我們看這個俄羅斯 或是看烏克蘭這個例子 我們可以看在心底 但是我們要非常清楚 他所在台灣有台灣自己在地的脈絡 這個在地的脈絡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 親中的 這個 在地的 這個協力的 這個協力的網絡 其實在台灣 已經是非常 綿密的固件起來了 也就是說 這是台灣在地的脈絡 那 這個部分 我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 網路戰 網路戰在俄羅斯的狀況是說 這個結合十字二五一 他在民主國家是結合 結合的是 選舉 那選舉 他有一個特色 其實他選舉 這場戰爭 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我只要贏你一票就好 或者說我只要贏你一票就好 我今天 也就是說這個假新聞的運作 或者說這些不實質詢的運作 他其實 他並不是要讓所有的人都相信這個東西 或者說我主要創造的效應是 這裡面只要有100個人 這100個人當中只要有10個人相信 我就能夠造成 在民主選舉當中 特別是在台灣這種單一席次 就是說 只選一個人一席的這個狀況之下 他會最後造成 類似像這種戰敗的結果 我不知道大家 大家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 就是說這個 這個 這個 只要稍微的 10%選票的轉移 比如說 這個原本是15% 然後這個甚至是5%的轉移 一加一減 它就會造出 這個40到60% 看起來就是非常大的差距 但是 你回頭去看的時候 當它 回頭去看的時候 它其實只有 可能5%的位移 或者是說 不到5%的位移 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這次網路戰在結合 民主國家選舉的時候 它所產生的一種新的回合狀態 或新的回合戰狀態 對 大概是這樣 那 我們時間差不多 我們最後的那個 還有那個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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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那個 藍藝博先生 你是那個 團結先生嗎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 那個 還是 我還是擔心那個 藝溫層的問題 因為 其實今天會來的人 應該都會去碰到假新聞 然後會去做查證 這樣 可是我好奇是說 那如何針對那些 可能 碰到議題的時候 他不關心這個議題 或者是 他平常就是喜歡看色山性的新聞 那他當然就很容易掉 掉入這樣的狀況 然後講說 那我們對於 對於其他 他不會特別去搜 那些人 可以用什麼 什麼方法去傳播 這樣子 譬如說 可能真的就是拍一個電影去宣傳 可能用大眾文化去打送他們 這樣子 因為他們平常就不會特別去關心這個議題 這樣子 然後 或者是像是東奧證明的話 其實 東奧證明的話 像 因為台灣沒有共識嘛 所以如果 真的要去打的話 像是 例如說有個方法是說 開國際記者會 然後 強調說 這違反奧運精神 然後在國際媒體上面 已經 做為宣傳的時候 然後那個 因為台灣的新聞都喜歡跟著國際媒體嘛 那 用國外的這個語論 去影響台灣新聞的那個 報導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 那針對那些 那些不關心的人 我們有沒有什麼手段 這樣子 好 謝謝 然後在這裡這一邊 還有還有什麼 大家好 其實 我剛剛一直在想 大家一直好像 會把它想成說 可能有境外的勢力 然後影響到我們台灣的選舉 但是 我比較單純的想法 我是覺得說 除了台灣的可能選民結果 跟外面 跟國外 或許是不同的 因為 那種 我有一些觀察 我覺得說 在我們 等於說台灣的政府 在運作方面 可能跟 因為政黨問題的關係 常常都是上面壞 但是底下的事務官 永遠都在 但是你新的政策 一出來的時候 底下的事務官 他不幫你執行 那不去幫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是不是 你等於說 你所有做的政績 根本沒辦法讓所有的民眾知道 然後一下子就 可能就 民眾就會覺得說 政府根本沒有在做什麼 那我們如何讓這些 就是等於說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如何讓 就是說 民眾知道說 其實我們政府上來有做了很多的 一些績效在 那如何讓我們 能把這些績效給 等於說 讓民眾知道 我覺得 所以這跟我們 就是說 哪一些國外的例子來比 我覺得 可能 當然 當然這個可以是一個參考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 面對實際面的一個狀況 會不會比較 比較妥當一點 好 我想要請教我先 就是說 這個 你所提到的 那個 同學們 像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是不是 可以真的可以把它等同 是一場戰爭 因為我質疑 因為在台灣如果說 這個 選舉 如果說是一種戰爭的話 那很奇怪 台灣為什麼 要走到 這樣子的一個內戰 而且固定 期限要舉行一次內戰 然後給外人有這麼多的機會 那 那 這個 當一個 一個戰役的時候 我們看到 就是說 如果說一個 war 是一個 play 一定有 相對的 養造人嘛 對不對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台灣人 我感受到的就是說 大多數的台灣人 是 處在 這個 被打的 一方 他沒有主動權 即便是 在中華民國體制下的選舉 都是被動的 都是被動的 那這樣子的話 他永遠 一個處在一個被動狀態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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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玩家 怎麼可能會有贏的機會呢 我是很懷疑 所以我想說 能不能再說明一下 像通俄們 在美國的話 他們的兩兆 是怎麼樣在打仗的 你能不能把它說得更清楚一點 謝謝 那個剛剛 直接講整 剛剛這幾位 如果能提到的問題 都是說 其實有一些問題 他其實可能是說 這個民主體制 語言當中內戰問題 可是因為 因為 這個媒體戰的關係 他被刻意的放大 或者就是說 導致說 我們好像變成 在團結先生說的 就是說 跟義溫審差距非常大 那這些東西 那 要怎麼樣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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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陳偉是不是回憶一下 就是說剛剛那個 通俄門的 這個 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狀態 這個 請站起來 我想 通俄門 通俄門的部分 不是說 因為有通俄門 這件事情 就是 戰爭行為 不是這個意思 通俄門的問題 是他所引發的是說 事實上 在那個 在這件事情中 發現有外國勢力 可以介入美國大學這些事情 那 其實正確來講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把通俄門稱為 通俄門疑雲 那時候說是 通俄門疑雲的原因是 就是 他現在 本身他沒有辦法 真的完全確定說 是否這場 是這個行為 就是說 這個境外進入的行為 就像剛才講的 只花了100萬 真的有 真的有辦法影響 這樣一場選舉嗎 只花了10萬美金 真的有辦法影響 一場選舉嗎 那這裡面 當然他 美國當然開始進行相當多的調查 至今也還沒有定論 那我只是要告訴各位說 我舉這個例子 包括 為什麼 我不是只講同俄門 而包括歐洲的問題 因為這裡面都發現了一些 所謂的境外介入的例子 那有沒有效果 其實也都沒有定論 可是問題是 這個民主體制是否受到的一個 一個原本我們所設計的這個民主機制 機制中所沒有預期到的挑戰 或者說威脅 是存在的 主要是這個原因 不是說有通俄門 就是戰爭 沒有通俄門就是戰爭 或是說通俄門 通俄門這件事情已經 已經是確定有什麼樣的結果 或怎麼樣 而是說在通俄門疑雲中 這裡面有關於外國勢力 介入某一國的行為 這是存在的 而這樣的行為 是不是威脅到民主體制 這也存在的 這某種程度來講是 我們在講說 防衛民主機制中 防衛的包括境外區分 境外威脅的部分 而不只是國內的低民主的部分 其實我剛剛要強調的是這個部分 大概是算我的主規定是這樣子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最後給余昌坦堅持 他要澄清一件事情 我們最後給他一個澄清的機會 好不好 就我所執修行政院的立場 包含貪控立場是一致的 就是 關於數位通通通法的立場 是去年11月所提出來的數位通通法法 並沒有反對這個法的修法 而去年11月所提出的數位通通通法的修法 並沒有許育仁所提出來的19-1的這個條文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19-1是什麼 19-1是包含對平台業者的一些限制 那目前就我所知 目前行政院的立場是符合環當原則 謝謝 那那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好 那我們今天就 我們今天這個講座就到這裡結束 那我們先 最後我們謝謝 掌聲謝謝三位講一首 好 謝謝大家